第906章星辰图 弟子明白罗锋宫敬道 星辰塔和结甲 你现在都无法真正使用 结甲是完整的甲铠 无法分拆可星辰塔内宝物无数 倒是可以取出些 根据星辰塔内的宝物 我又专门炼制了一重宝 辅助威鹅如山的老者一番手 哗 一巨大的图卷凭空出现在游船的上空 将整个游船都完全笼罩 长达十多公里的游船就彷復小步点 比图卷渺小得多 磅礴让人心颤的气息弥漫开 这图卷气息之强大 远超阵风星辰 此图卷乃是一重宝 可将一颗颗阵风星辰融入其中 二者结合 即可形成一件特殊的宝物星辰图 也勉强跨入至宝的门槛 为额老者俯瞰着罗锋 你将这图卷认主了 便知道其中奥妙 那图卷迅速缩小落在罗锋面前 罗锋伸手接过 一丝世界之力渗透其中 精神烙印自然烙上 便有了心灵联系 同时一阵庞大的讯息 从星辰图中涌入罗锋的意识 原来是这样 好可怕的星辰图罗锋震惊 图卷本身算是重宝 阵风星辰也是重宝 然而图卷却能融入海量的阵风星辰 按照那涌入的讯息 最多可容纳十万颗阵风星辰 每颗阵风星辰都乃是重宝 一旦十万颗阵风星辰和这图卷融合为一 化为星辰图 绝对算是跨入至宝行列 星辰图 罗锋可将自己悟出的某些攻击密法的法则密文印刻其中 会自然印刻在阵风星辰上 一旦攻击 颗星辰沟通法则 微能无限 我算是偷懒一会 为恶老者哈哈 声音在无尽虚空中震荡 紧练制了图卷 阵风星辰却是星辰塔内的谢老师 罗锋 感激恭敬道 这星辰图最多容纳十万颗阵风星辰 星辰塔内的阵风星辰虽然数量极多 可几乎都是星辰塔本身重要部件 不可缺失只有极少数的阵风星辰 大概一万多颗阵风星辰 并无用途可以取出微额老者说 弟子明白罗锋点头 星辰塔认主后 很多讯息罗锋都知道了 其实 为恶老者感慨一叹 声音在无尽虚空都形成空间连依 阵风星辰 早先炼制的计划 并无封印智能 更多的是攻击智能 不管是操控无数星辰攻击外敌 还是操控无数星辰攻击困在塔内的敌人 都是一种手段 只是后来发生特殊变化 这一颗星辰竟拥有封印智能 超乎我的想象 操控星辰 法则秘文印刻星辰之上 且随时可以抹去 再度印刻 在星辰塔未能完全驱动前 操控星辰攻击 便是一大手段 巍峨老者感慨 若是能够完全驱动整个星辰塔 整个星辰塔一砸 或者是整个星辰塔 犹如一柄匕首 那塔间直接一次这一砸 一次 便是星辰塔最强攻击手段 即使罪弱威力 都能轻易灭杀宇宙尊者 若是发挥够强 足以浩瀚宇宙 谁也不拒 罗锋忍不住问道 老师 敢问我何时才能驱动完整的星辰塔 哈哈 你可看到那能量漩涡 巍峨老者问 看到了 那九旋星云威力无穷 单单漩涡 稍微深入都能湮灭宇宙尊者 罗锋道 那九旋星云 便是星辰塔恢复本体大小 主动吸纳宇宙中的能量 维持自身消耗的缘故 巍峨老者道 星辰塔高久光年 内部蕴含威力无穷 宇宙中的超级强者们 也束手无策 维持这么强威力 耗费能量也是极为可怕 时时刻刻在吞噬能量 便能够轻易湮灭宇宙尊者 你如果将其缩小收入体内 何时能供应这么强大的能量 巍峨老者问 罗锋傻眼 那得要多少能量啊 能量漩涡都湮灭宇宙尊者啊 放心 那是极强威力状态 你只需要发挥最低威力 耗费能量就小多了 巍峨老者说的 即使如此 也远远超过结甲要求 关于星辰塔 我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 老师请说 罗锋连道 未能驱动完整星辰塔前 星辰塔继续留在这 巍峨老者正中道 留在这里 罗锋瞬间便有些明白了 星辰塔早就引起 宇宙中的超级强者们的注意 连和我实力匹敌的那些存在 也掩馋星辰塔 毕竟这是最强质宝之一 星辰塔在域外战场 早就被盯住 一旦星辰塔突然消失 肯定会引起一场大风暴 你们所有在域外战场 星辰塔的士兵 四大阵营的士兵 数十万疯王不朽包括你 一个都逃不掉 威鹅老者说 罗锋听得目瞪口呆 数十万不朽包括自己 一个都逃不掉啊 是啊 如此至宝 引动的将是宇宙中 最可怕的一群存在 以他们手段 谁能逃掉 就是人类族群的宇宙之主们 恐怕都不会轻易放走 罗锋他们 以罗锋的身份 得到是无语义 这种对宇宙之主帮助 都很小的质宝 还行 可是星辰塔这种 能让最强者眼馋的质宝 堪称最强质宝之一的 绝对不是罗锋有资格拥有的 巨斧创始者 混沌成主 一个个 为了人类族群考虑 也会从罗锋这夺走 然后给予人类族群中的 某位强大的宇宙之主 使用甚至于巨斧创始者使用 也不无可能 除非你拥有和他们 平起平坐的实力 没有那等实力 就别来动星辰塔 为了老者正中道 你若是能真正驱动星辰塔 也差不多有和他们 平等对话的实力了 加上背后的人类族群 你那时便是人类族群 最高层之一 谁也不会夺你的宝物 自然能有资格拥有星辰塔 罗锋点头 烫手山芋啊 你现在有三件质宝 为了老者说 第一件 我刚见你 你七夕就完全掩盖 反而看似不朽神灵 能掩盖七夕的 必定是质宝 估计是你混沌城主 老是给你的 他给你的 一定是对宇宙之主 用途很小 却足以让宇宙尊者们 疯狂的质宝 罗锋眨巴眼睛 猜得真准 第二件 是塔珠 也就是和你灵魂融合的 那颗金珠塔珠 是星辰塔内的 封印空间的控制核心 而封印 是整个星辰塔 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而所谓的攻击杂次 都是附带的 而所谓的防御 躲在星辰塔内 也是附带的 封印超级强者 才是最主要的一个能力 塔珠本身 也勉强算是一件质宝 塔珠融入灵魂 你应该知道 怎么利用塔珠 保护自己的灵魂 罗锋听的点头 塔珠融合的过程 痛苦无比 可融合后 却无比神奇 第三件 是星辰图 诸多阵风星辰 和星达结合 未能飙升 已经算一件低等质宝 你现在实力 无法同时使用 太多阵风星辰 就算有降魂 我估计你能使用十颗阵风星辰就不错了 三件质宝 都是从未在宇宙中现实的巍峨老者道 从未出现过 其他强者便认不出 只要你不将质宝威力摧发到极致 其他强者根本猜不出你拥有质宝 罗锋点头 是无语义 未曾现实 星辰图 等会儿自己才去融合阵风星辰 也算心境出炉的质宝 塔珠 乃是星辰塔的核心之一 从未有谁融合成功过 更没人知道 三件质宝 却都是属于那种超越了重宝的界限 很勉强才跨入质宝行列的 属于宇宙之主不怎么在乎 宇宙尊者们却疯狂追逐的 别得意 三件低等质宝 加起来都不如星辰塔的一星半点 也远不如结甲威鹅老者道 弟子定当努力 尽早能使用结甲和星辰塔 罗锋应道 恩 威鹅老者这才点头 罗锋 普提 在游船上边听着老师教诲 同时也开始返回那大殿 回去速度更快 片刻后已回到大殿内 老师 那九节秘点我只是得到两个残片 不知道另外的部分是在哪里 罗锋忍不住问 九节秘点能令你基因层次不断提升 乃至媲美一些强大而特殊的宇宙生命 威鹅老者俯看罗锋 而如果你基因层次飙升太离谱 肯定引起很多强者注意 实力越高 你才有资格拥有特殊宝物 那九节秘点的天魂金版残片 共有五块 你已经得到两块 另外三块都被我安放在宇宙中危险之地 你借主期可以再去得到一块 不朽级再去得到一块 成为宇宙尊者后 得到最后一块威鹅老者俯看罗锋 三大危险之地 越来越危险 等你为宇宙尊者 得到最后一块 得到完整九节秘点时 我估摸着离驱动完整星辰塔 就很接近了 这时 三块金属版的宇宙坐标 都有简单的危险之地描述 威鹅老者遥遥指向罗锋 一点亮光飞向罗锋 直接飞入罗锋脑海 一阵讯息涌入 罗锋一切便明了 徒儿 别死在这三处危险之地 威鹅老者说 是 罗锋很清楚 事情已经了 我为你准备已经足够 三件质宝绑身 将甲 将魂护体 以后 一切就靠你自己 我以后不会帮你撕毫 威鹅老者道 我期待着 你能够完全驱动完整星辰塔的那天 随即空间微微一阵 威鹅老者便已经消失 大殿内只剩下罗锋和普提 大师兄 说来惭愧 还不知道老师叫什么 罗锋连道 之前也不敢多问 哈哈 普提盘踞在大殿上笑道 老师本名没有谁知晓 可因为老师经常盘坐在山峰上 纵横无尽宇宙 所以浩瀚宇宙中的超级存在们 给了老师一个代号 叫做山客 你二师兄 本名草本齐 被宇宙中超级强者们 称之为燕帝宇宙 最强者之一座山客 燕神族首领燕帝 罗锋默默计下 地球一脉终有首领 是秦已了 我也轻松不少 三师弟 我就先走了 菩提微微一笑 周围空间一阵 也是凭空消失 大殿内 只剩下罗锋一人 低声笑道 我这老师 好歹也是宇宙最强者之一 做山客 管教弟子还真是松 从现在到驱动完整星辰塔 竟啥都不管了 第907章 罗锋的顺移 罗锋行走在大殿内 当走到边缘时 凭空就生出一道门来 站在门前 外面便是悬浮着的 无尽阵风星辰 星辰 来 罗锋微笑住 顿时整个星辰塔内部运转 那无数年来吞噬无尽能量 其中部分能量随即孕育出的 一些阵风星辰 开始迅速朝着赶来 很快眼前聚集了茫茫一片 一万多颗阵风星辰 都在缓缓滚动 且各个阵风星辰上 都没有那散发萌萌金光的 法则密纹 其他阵风星辰 进阶不可缺失 这些16235颗阵风星辰 倒是无用 罗锋微微点头 透过星辰塔 在驱使那些阵风星辰 一颗颗飞向罗锋 进行单独的一次次认住 老实说 我现在最多能同时驱动 十颗星辰 那就暂时带一百颗吧 等将来需要更多的 再来就是罗锋站在 门前虚空中 而他的前方正滴溜溜的 有着一百颗 像玻璃珠大小的星星旋转住 罗锋一翻手 手中出现图卷 一百颗弹珠大小的星辰 各个落入图卷中 图卷上顿时引现 一颗颗斑驳星辰痕迹 且图卷和阵风星辰 也有了特殊关联 自此 星辰图诞生 四天一爪罗锋心意移动 低头俯看手中的星辰图 只见星辰图上 顿时浮现了复杂的法则密纹 乃是罗锋将四天一爪这一招 完全以法则密纹显化 只见星辰图上的百颗星星中 隐隐有六颗略带金色 看来四天一爪这一招 最多能驱动六颗阵风星辰 罗锋微微点头 星辰图的功用便是如此 能够统一操控大量阵风星辰 并且将所需要施展的密法攻击 能够轻易印刻在星辰上 也能轻易抹掉再度印刻 另外一种密法密法的层次高低 也决定需要驱动的星辰数量 起 罗锋一声低含 只见星辰图上缓缓浮出六颗弹珠大小 通体漆黑 因有法则密纹痕迹的星辰 经过星辰图的影响改变后 根本无法辨认出这六颗小小星辰 会是那威力无穷的阵风星辰 触 罗锋摇看远处虚空 哗 六颗黑色星辰顿时破空飞出 勾动宇宙本源法则 无数金色丝线彼此窜联 几乎瞬间 六颗星辰就化作了一只体爪 紧紧那体爪的利爪部分 凭空出现 六颗星辰便是利爪的爪尖 带着无穷威力轰然撕裂虚空 罗锋看得满心欢喜 随即六颗星飞回 又落入了星辰图当中 哈哈 星辰图 绝对是精神念试的至宝 罗锋兴奋无比 精神念试需要的兵器 一般都是耗费珍贵材料 然后将悟出的战斗密法手段 硬刻齐上 这样战斗时 只需要驱动这些密文沟通法则即可 可以节省大量精力 也能发挥更强战斗力 像眼神兵 便是将那九招早就硬刻好 然后让那些刀片组合 以此来施展那一招招威力 可星辰图不同 星辰图可随时硬刻随时抹掉 而且以阵风星辰为根基 在强大的密法 即使是宇宙之主 恐怕多好费点阵风星辰 都能完全承载宇宙之主 战斗密法的硬刻 而且这可是阵风星辰 每颗都是重宝 威力极强 就算不使用什么深奥密法 单单将一颗颗阵风星辰 直接轰去 一颗颗砸过去 就算那恒星 白矮星 中子星啥的 都是一杂就完全崩溃完蛋 毕竟这可是令宇宙尊者 也重视的重宝 罗锋一笑 不像是无语义 因为太高端 反而驱动发挥战力不够惊人 这星辰图 虽然也很高端 可每颗星辰 其实也就是重宝 一旦罗锋使用降魂后 驱动起来 便能发挥很强的战斗力 星辰图 这星辰图 能将我所想到的任何战斗密法 灌入其中 可以不我知道 从今天起 这星辰图 便叫星辰步道图吧 罗锋实在很喜欢这颗星图 自己可以大势拳脚 当即命名为星辰步道图 将魂入体 罗锋手中一番 便是一滴水珠悬浮 直接飞向罗锋眉心 轻轻碰触 便融入其中 那水珠当和罗锋的本原珠碰触时 庞浮水渗透进前河的河床 迅速就被吸收了 而吸收了这将魂的本原珠 就庞浮从婴儿变成了巨人 拥有了无穷战力 好强 以我现如今的意志意识 的确是能完全驱动将魂兵魂 具有千倍借主灵魂之力 将魂 却是有万倍借主之力 罗锋感叹 做山客老师 当年炼制结甲和原魂 倒是堪称一体两面 要求 威力都很接近 只是一个辅助身体 一个辅助灵魂 罗锋现如今念力极其强横 拥有将魂附加的万倍借主之力 完全媲美真正的蜂王初等 且意志意识的完美操控 更是能发挥出 不亚于蜂王巅峰的威能 问 一座模模糊糊的塔影 阴阴笼罩本原珠所画的那头小兽神 这模糊塔影 便是塔珠所画 紧跟着便收敛 塔影消失 灵魂根基已有 以我的意志意识 更是未能无限 单单论防御 更有塔珠 谁能奈何我 罗锋自信十足 站在大殿中 罗锋的银色双翼张开 备有事无与义 灵魂中有塔珠坐镇 身体有降甲辅助 灵魂有降魂辅助 攻击手段更有新尘图 如今罗锋之彪悍 足以让那些蜂王极限强者们绝望 面对这样的打不死小强 谁能得罪得起 论根基之身 宝物之多 就是七剑王 命运王等也得瞠目结舌 只是七剑王 命运王等本身实力就极强 配合诸多宝物 和罗锋倒是能大战一番 六千多年生死传承 超过五千年 在研究兽神之道 辅助以空间法则罗锋感慨 在一千多年时 兽神意境便跨入第十九层 现在五千年下来 在兽神意境上 罗锋已经媲美通天桥 第二十层的能耐了 进步速度之快 简直骇人 通天桥二十层 何等可怕 当然主要是罗锋 一直临摹兽神雕像 强行记忆 加上意志意识的越加强大 才会硬是达到这等程度 单单兽神意境进步迅猛 反而眼神七变和空间法则 进步却是缓慢 眼神七变刚练成第二篇 第二篇大成 威力也相当于通天桥 第十八层罢了 空间法则 也雾透六浮图 也相当于通天桥第十八层 由此能看出法则本身雾透 显然比 兽神意境上进步要难得多 可兽神意境的强大 却是能够令罗锋战斗力 无比惊人 而且还多了一让我惊喜的意外收获 我空间法则 紧紧雾透六浮图 空间法则最重要的第七浮图 我啥都没懂 竟然磨砂族分身 凭几体内生命经合 和宇宙空间法则那奇妙的共振 竟然令我磨砂族分身 能够施展出顺移手段了 顺移啊 这可是我自己能够施展顺移了 罗锋满星喜悦 虽然有重剑王这一奴仆 可是关键时刻战斗时 敌人自然是分别对付我和我的奴仆 重剑王也无法随时在我身边 要逃 自然是自己会 顺移 逃得最快 罗锋已经想象到 自己地球人本尊战斗时 让磨砂族分身瞬间变成一金属片 出现在自己体内肌肉中 刷 磨砂族施展顺移 自然直接逃掉那磨砂族分身和地球人本尊 核心都是缘和 磨砂族分身从体内世界突然出来 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不像从世界介质中出来 需要世界之力引导 从体内世界瞬间出来 纯粹是个念头 六千多年下来 自己的进步的确是根本性的一个跳跃 兽神意境达二十层 眼神欺变第二篇 磨砂族能瞬移 比传承前强大百倍千倍的意志意识 还有老师做山客留下的足以羡慕思宇宙中 无数宇宙尊者的两件低等质宝 加起来 自己便是三件质宝 以及对自己好处不亚于质宝的降魂 降甲 一切进阶在手 诸多手段在手 就算面对七剑王 命女王 塔龙王等存在 我也不惧罗锋自信十足 得到宇宙最强者之一做山客的传承 宇宙中的最强者有好一些 如做山客这样的独行的一族大能者 也有几位 这种不需要为族群考虑的宇宙最强者 他们的传承 才是真正让六大巅峰族群 让诸多势力掩馋的 像混沌成竹等存在 早就在暗想 请不到那些老家伙 如果能让自己族人得到老家伙传承 那可真的对族群好处无穷了 一切就绪 该去见见亲人了罗锋之前 豪气万丈眼神伶俐 可念想到家人 眼神都柔软下来了 那生死传承中 他就是为了想要见家人 而一直坚持着 只是事后刚刚苏醒 便迎来一族大能者做山客 在宇宙最强者之一做山客面前 罗锋可不敢一边老是谈话 一边意识进入虚拟宇宙去找亲人 这实在是大不尽 第一次见面 罗锋可不愿这么得罪老师 自己若是老师 第一次见弟子 弟子却三心二意 还分心进入虚拟宇宙 肯定也不会高兴 于是强忍下 带着老师走后 迅速搞定星辰图 融入江魂 一切就绪 便是见亲人的时候了 第908章 罗锋归来 虚拟宇宙 与象山原始区 罗锋的庄园 嗯 罗锋刚一连接虚拟宇宙 一时进入 便发现有着一堆邮件 这么多邮件 罗锋一正 轻轻点了下半空 浮现页面 打开一看 混沌城主老师二封邮件 真眼王老师九封邮件 柏兰一封邮件 荣军两封邮件 高升一封邮件 罗平十八封邮件 罗海二十一封邮件 罗华三封邮件 父亲三封邮件 母亲八十三封邮件 徐欣3819二封邮件 密密麻麻的邮件表单 让罗锋有些发懵 除了老师 朋友 家人的外 还有一些在鸿蒙城认识的朋友发来的邮件 有邀请刀河王一起去闯荡宇宙秘境的 有想要卖宝物 问刀河王是否要的 有遇到危险 请刀河王一起帮忙的 混沌城主的内容很简单 速来见我 真眼王的邮件内容 如果能活住回来 就不急了 应对好你的家人们 再来见我下 波兰 等一些当年好兄弟 刚跨入借主级不久 至于当年在囚龙星结交的朋友高升 则是来告诉罗锋 他和家族闹翻了红 在宇宙中漂泊闯荡这么多年 终于真正大翻身了 邮件上洋溢住喜悦 同时也想等待罗锋回信 可惜这封两千多年前的邮件 罗锋一直没能回 至于家人 则是各个担忧 徐心罗锋看到那足足三万八千多封邮件 有些发懵 这些邮件几乎都是从自己接受生死传承 第六千年开始 几乎每天一封邮件的速度 有时偶尔一天两封 足足过百年时间 竟写了足足三万多封邮件 罗锋迅速点开几封看看 锋 家族潜伏计划已经快完成 我也感到轻松了些 等将来你回来 罗家还是会强盛的 锋 我现在在 北化新域的一颗景色优美的星球 景色很优美 只是感觉太过冷清 锋 今天遇到点麻烦 我真没想我一直信任他 他竟然敢和我这么玩 只能感慨人心隔肚批 多年情义 一朝丧 哎 也对 我也是足有数百年 没去见这位老手下了 一件件邮件 就彭扶日记 记载着这百年来 徐星的生活 喜悦 忧愁 痛苦 文字中弥漫着淡淡的忧愁 那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忧愁悲伤 即使说喜悦的事 也让罗锋感觉不到丝毫喜悦 麻烦了 当年的邮件 真麻烦了 罗锋脸上有着一丝苦涩 当年罗锋接受生死传承 察觉危险时 才留下给家人们的邮件 还设定的是生死传承 六千年时 发送在最后传承成功前 罗锋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生死传承 竟然真的会持续超过六千年 真的太离谱 他们收到邮件 一定很担心很焦急 罗锋都能猜出家人的反应 混沌城主 真眼望两位老师 我还是稍等一会儿再去见罗锋 按道 稍微迟点 两位老师应该不会计较 先去见家人 秀 罗锋立即传送前往黑龙山岛屿九星湾社区 九星湾小区 除了最核心的三座住处是罗锋 雷神 红的外 其他所有住处都是罗家的 而且其他住处都进行了翻新改造 风格完全统一 罗锋那栋古老的别墅 即使经历上万年 仍没变 它 有着特殊的地位意义 在罗家中一般族人是没资格靠近这的 而此刻在别墅前面的草地上 罗锋正坐在石桌旁 石桌上摆放着一瓶瓶酒 已然有十多瓶完全空了 倒在一旁 他正拿着拿着酒瓶一口一口地喝住 速度不快 却一直在喝 在他眉宇间却满是烦恼忧愁 嗯 瞬间出现在别墅门口的罗锋 见状面色微变 罗锋是怎么回事 从未见过自己大儿子如此借酒消愁 两个儿子中 罗锋很冷静 家族内很多事情都是罗锋在管 已经算是实质性的家主了 我说过 所有人全部下去 滚 都给我滚 罗锋察觉身后有人 立刻咆哮起来 朝后面挥手 罗锋 一道声音响起 声音很平静 就彭扶无尽的大海 虽然平静却让人感觉到 蕴含的无尽力量 一名强者和一名弱者说话 给人感觉是不一样的 像罗锋这种意志意识 极端强大的 那声音都能自然而然影响到他人 原本还要呵斥的罗锋一正 身体一颤 缓缓转身 在他身后 正站着一道身影 很正常的地球人身高 和他罗锋比还要略矮一些 但就是这道身影 却是整个罗家的顶梁柱 整个地球人的顶梁柱 爸 罗平眼睛瞪得滚圆 手中酒瓶松下 跌落在草地上 打了个滚 酒水呜呜往外冒 爸 把罗平激动地直接冲过去 抱住罗锋 哈哈 罗锋笑了 怎么回事 罗平 你竟然沦落到戒酒消愁 主要是压力太大 罗平起身子 抹掉眼泪 他感觉到心中的无尽烦恼 瞬间就没了 过去他从未尝过 这些年遇到的烦恼 可罗锋一回来 一切就犹如风云消散 那些烦恼 就再也不是烦恼了 你妈呢 罗锋问道 带我去见她 妈妈现在正和金兰宇宙国的 罗斯家族谈判 罗平说 谈判 罗锋眉头一皱 恩 罗平苦涩无奈道 爸 自从你给家里来了邮件 我们都吓坏了 我也 没说自己死 只是说遇到劫难 罗锋忍不住道 我们也知道 爸你没死 看到敌犯他们活着 就知道爸你还活着 可是 你信件中说的那么危险 似乎遇到大劫难 短则万年 长则百万年千万年 才能回来总之家族内 开始担心 消息只是爷爷奶奶 叔叔 妈 弟弟知道 其他没几个知道 我们为了家族 也开始迅速整治家族 加强家法管制 尽量降低家族 那些王户子弟 为我家族惹来大敌 罗家传承万年 人口多得吓人 许多罗家普通子弟 已然没有特权 就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毕竟罗家 现如今人口之多 上万颗生命星球 都不够他们居住 可见人口扩张之迅猛 其实宇宙中的人类的 某些超级家族 一个家族人口 足以占领一个星系 乃至数百星系 都是很正常的 我罗家扩张太快 之前有罢你撑着 还好 就怕罢你 所以我们家法尽量控制 同时开始为家族 留下诸多退路 家族贸易发达 生意早就走出了 潜污宇宙国 没想到数十年前 和金兰宇宙国 罗斯家族 起因是家族后背 精英子弟的矛盾 后来矛盾闹得越来越大 一发不可收拾 那罗斯家族 乃是金兰宇宙国 超级家族 他们家族的家族 乃是封王不朽 践踏王 据说践踏王的老师 乃是宇宙尊者 事情闹大了后 据说践踏王发 邮件给爸你 想要私下了结 不过 爸你虚拟宇宙网络 一直处于关闭 听妈说 在与象山 渐渐已经有谣言 说爸你陨落了 罗平道 你庄园内的那些仆人们 已经超过六千年 从未见你 对于活了才过万年的借助 一下子消失六千年 是很不可思议的事 罗锋微微点头 果然 有谣言传自己倒了 那件踏王可能见此 就没有阻拦麾下家族 可能他也想要借此机会 稍微逼我家族 看吧你是否现身吧 罗平道 哼 罗锋冰冷点头 我是生是死 单单这消息就价值无尽 特别是宇宙中一族 早就想查清这一点 那件踏王 一个宇宙尊者的弟子 都敢这么放肆走 带我去你妈那 九星湾 罗家总部 徐昕亲自接待 来自罗斯家族的使者队伍 罗夫人 我们罗斯家族 是敬重伟大的罗锋大人 所以才一直隐忍 可隐忍不代表 我们罗斯家族 是随便可以欺负的 这是我们最低底线 只要你们罗家 拿出这些赔礼 一切了结 罗斯家族的谈判者 是一名全身满是金色铠甲 有着类似大象鼻子的巨汉 徐昕坐在那里 他能答应吗 被欺负到头上 如果真的低头了 那恐怕流言蜚语更多 其他家族也会渐渐怀疑 罗家是不是后台 罗锋倒掉了 有了一个开始 那么将来麻烦就大了 罗夫人 谈判已经进行到第七天 这是最后一天 若再没个结果 我们罗斯家族将会 啪 谈判会议厅的听门 猛地被推开 令会议厅谈判双方 都吃了一惊 这种重要谈判 这时候怎么会有人擅闯 一道赢甲身影 直接走了进来 无形的威压 单纯意志意识带来的威压 直接弥漫 顿时令罗斯家族一方 都大惊小怪 罗斯家族 剑踏王 给我告诉剑踏王 赢甲青年冷漠 看中那谈判首领 近期到我罗家头上 他的胆子还真大 真不知道 是谁给了他胆子 难道是收了那些 异族的贿赂 告诉他 不给我一个完美答复 我不介意 让他陨落 让罗斯家族消失 谈判 一方完全吓傻掉了 我罗斯家族家主 那像鼻居汉街吧 想要开口 一个疯王初等 哼罗风冷漠道 记住 要给我一个完美答复 必须得够完美 不够完美的答复 你们知道后果的 罗斯家族一方 全部吓住 不敢吭声 滚罗风冷喝 罗斯家族一方 全部恭敬行礼 然后齐刷刷 全部狼狈 走出会议厅 而后 才一个个悄然消失 他们都不敢 在罗风面前 直接离线消失 显然 气魄胆子 完全被吓住 压住了 会议厅内 罗家其他人 各个满脸激动 徐昕也站着 激动的身体 都微微发颤 看住罗风 辛苦你了 罗风转身 看住妻子 轻轻握住妻子的手 其他罗家人们 各个乖乖离开 会议厅内 只剩下罗风 徐昕 回来了 就好徐昕看住罗风 泪花闪烁 一切都好了 我向你保证 没谁能欺负我 罗风的家人 谁也不行 罗风轻轻抚摸 妻子的脸庞 脑海中 回忆起那三万多封邮件 不由一阵酸楚 自己 的确亏欠妻子很多 只要你回来 就够了徐昕轻声道 给我抱一会儿 嗯 罗风点头 徐昕抱住罗风 头轻轻靠在 罗风胸膛上 没说话 只是感受着 罗风的体温 感受着罗风的心跳 罗风的气息 许久许久 第910章 冰玉星混沌城主问话 虽一句话都没说 可抱着妻子在怀中 感受着妻子身躯 传来的阵阵温暖 夫妻间 彭扶心有灵犀 都能感应到彼此想法 罗风能感觉到 徐昕对自己的思念 一恋 徐昕能感觉到 罗风心底的愧疚 疼惜 渐渐渐的 两人只是享受着 彼此那一份宁静 彼此身体的温暖 徐久 徐久 风 以后别再这么让人担心了 知道吗 徐昕抬头看住罗风 低声道 我知道你在宇宙中闯荡 在危险中闯荡 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强者路 艰难且危险 可是 你尽全力不要陷入险地 我明白罗风点头 轻轻抚摸住妻子的头发 罗斯家族剑踏王 你有什么想法 罗斯家族 徐昕眉头微皱 我们家族和罗斯家族 矛盾闹大了后 那罗斯家族和我们接触时 一开始挺客气 据说剑踏王联系你没联系到 逐渐的 开始不再客气 甚至于在交涉时 要强压我们罗家一头 自从封你成为混沌成主 清传弟子后 我们罗家全是愈加强盛 和周围做生意 我们不欺负人 就算好了 谁敢欺负我们 徐昕道 罗风听的点头 和混沌成主 清传弟子的家族做生意 那些不朽家族 封侯家族 封王家族 大多底气不足 一般是宁可低头点 宁可吃亏点 也不愿惹恼罗家 这是人之常情 就像罗风面对混沌成主 都心生敬畏一般 就像当年罗风还若小时 第一次见到眼珠王 感觉没底气一般 道理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实力 不同的地位 自然拥有不同的权利 虽然与香山有你陨落的谣言 虽然见他王联络你没联络上 会怀疑你是否真的陨落 可这也不至于 谈判中要押我罗家一头 徐昕道 那些家族 谁敢押我罗家一头 就算前无宇宙国皇族 都对我罗家平等相待 你的想法有道理 罗风点头 见他王敢暗中允许家族这么做 虽然说还很谨慎 光是谈判中略为压罗家一头 但这已经算是 抹罗风面子 打罗风脸的 只要罗风没落 就该现身 他是在逼我现身 很可能借此 想要看我是否真的陨落 罗风低沉道 风 你现在地位不一样 宇宙中诸多一族强者 都在盯住你 想要刺杀你这事情背后 我感觉有异族的影子 你得小心徐昕连道 没有足够的利益 谁去做危险的事 罗风点头 放心 在我人类疆域范围内 那一族不足为奇 嗯 徐昕心中虽然有些担心 还是点点头 混沌城主老师急召我 我刚刚是第一时间赶回家 现在 我先去见老师之后回来 罗风笑道 准备下 然后我们一家人 一起吃个团圆饭 嗯 徐昕开心点头 虚拟宇宙雷霆岛最高处 那混沌气流笼罩着的宫殿 便是混沌城主所在 刷 罗风凭空出现在宫殿门外 随即大步迈入其中 行走在幽深无尽 肉眼也看不清镜头的大殿中 片刻后停下 老师罗风恭敬地说 一道金袍身影 从混沌气流中走出 那隐隐带着的强大气息 让罗风屏息 不过现如今 罗风眼界高了 见过宇宙最强者之一 做山客后 才发觉混沌城主老师的气息威压 虽比大师兄菩提强 却明显比做山客弱不少 你回来了 混沌城主眼神 犹如无尽星空 露出一丝微笑 活着回来就好 这六千多年 看来你不太好过 是 吃尽了苦头 罗风回答道 回忆起生死传承的日子 依旧心底唏嘘 嗯 混沌城主忽然眼睛一亮 仔细看着罗风 这令罗风有些发懵 老师仔细观察自己什么 这是在虚拟宇宙中 身体都是虚拟而成的 如果要观察 也只能观察意识了 意识威压是很明显能感觉的 更何况混沌城主 洞察能力何等强 你的意志意识本就强 现在更强了 混沌城主惊叹道 而且你也得到了 空间本源法则的承认 罗风威仪错愕 便恍然 空间本源法则承认 是在自己陷入生死传承 六千多年的岁月中 当魔杀族分身能施展顺意时 和宇宙本源的强烈感应 便得到了空间本源法则承认 三身体眉心部位都有了印记 这连接虚拟宇宙后 那连接系统自动扫描 像眉心印记变化是扫描到的 而且还是很高的承认 应该是能顺移了混沌城主惊叹 本源法则承认也有高低差异 像金之法则 或眉心形成金剑印记 或形成一座金山印记 不同印记 代表不同方面得到承认 而罗风此刻眉心部位 多了点点星辰 若隐若现 正是得到空间本源法则承认的 最高三种之一的顺移 才会出现的印记 你的法则感悟如何了 混沌城主追问 估摸住媲美通天桥二十层 罗风恭敬道 论战力 法则感悟方面 的确是通天桥二十层水准 主要靠的是兽神异境 而真正像眼神欺变和空间法则 显然还和兽神异境有很大差距 二十层 混沌城主赞许 看了罗风一眼 你的进步真的很大 和我人类族群历史上 最顶尖的一批天才科弟 石火等人相比 也相差无几 靠了些运气 罗风道 运气 机遇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混沌城主微笑 你消失这六千多年 早就由你陨落的谣言产生 你的家族可有麻烦 有些小麻烦 罗风道弟子能解决 在人类族群地位很重要 可实力更重要 你虽然是我清传弟子 可如果你的实力 一直进步缓慢 无法媲美你的身份 那么就会被人轻视 混沌城主道 这六千多年 你一点没展露 匹配你身份的实力 你找个时间 去闯一闯 借主及通天山 如果成功 自然民生大振 那些小家伙们 更加不敢乱来 如果有敢乱来的 就得怀疑 是否勾结一族 背叛我人类族群了 闯通天山 老实说的 自然是原始通天山 法则感悟 达到二十层 才有机会闯过的 历史上 能闯过这一层的 无一不是人类族群 最巅峰的天才 只有闯过 借主及原始通天山 才有资格 真正获克地 石火尊者等历史上 一批天才媲美 是 罗锋硬道 该收敛则收敛 该张扬则张扬 混沌城主道 像你刀河王身份 就得和罗锋身份 完全分开 你能弄得封王极限 当奴仆 如果一族知道你做到 肯定会花费巨大代价 来刺杀你 明白罗锋点头 刀河王拥有 重剑王这奴仆 早就传开 混沌城主老师自然知道 我已经专门伪造了 一刀河王身份 从幼年一直成长为 蜂王不朽 境界有详细可查 无丝毫破绽 混沌城主说道 而且等你闯过 戒主及原始通天山 我也会安排 鸿蒙再度邀请你加入 到时便是 以罗锋身份加入你一人 占两个名额 谢老师罗锋连感激道 可否跟我说说 你怎能使用燕神族战甲 又怎能杀死那些蜂王 混沌城主看住罗锋 问话却显得很温和 因为漫长的生命令这些超级存在们 早就清楚那些天才得到特殊传承 特殊宝物后一般都不愿公开 人都有私心 正因为有私心才会努力强大自己 努力保护亲人 努力保护族群 这些超级存在们也清楚 这种事情不能逼迫询问 否则只会惹起一些天才人物的反感 越是天才人物 内心越是骄傲 弟子就自然而然能使用战甲了 罗锋道 自然而然 混沌城主瞬间明白了 燕神族 地球人 至于能击杀蜂王 一是靠的战甲 二是靠的是无语义 三靠的是肺魔毒液 罗锋恭敬道 当年弟子刚进入域外战场 使用的是兵甲 后来在燕祭大陆上 弟子因为身体力量的突破 才能勉强使用江甲罗锋恭敬道 其实混沌城主 透过军队系统的视频 能清晰看到 罗锋一开始是黑甲 后来就是赢甲赢翼 那是在燕祭大陆上 夺得第二块黑色金属板之后的事了 之所以能施展江甲的大部分威力 是因为 在燕祭大陆上 弟子融合血落金成功 成为了黑武者罗锋恭敬道 秘密底牌是该隐藏 可有些也该暴露些 反正藏也藏不了多久 黑武者 混沌城主眼眸中 有着一丝吃惊之色 随即惊喜看住罗锋 连在血落大陆 黑武者都成了传说 更别说在人类族群了 罗锋还没意识到 黑武者的重要性 可是混沌城主何等地位 他很清楚 黑武者代表住什么 好 好 好混沌城主 一连说出三个好字 对待罗锋的态度 显然又提升了 潜力越大 混沌城主自然越重视 一切都是从族群角度出发 混沌城主便是如此 第911章 冰玉星把酒言欢 罗锋案子吃惊 和混沌城主老师 见面也有很多次了 他能够清晰感觉出 混沌城主是何等的严厉 平常罗锋的表现 在罗锋本人看来够优异了 可是混沌城主都是平平淡淡 觉得很平常 很少夸赞罗锋 创造明月策被夸赞过 可也没有此刻这般夸张 连说三个好字 混沌城主能连说三个好字 那可不一般 我也就说成为黑武者 罗锋案子想到 黑武者是身体精英 能瞬间飙升到原先十倍 令我在起跑线上 就比别的强者强了十倍 是很特殊 但也不至于 令混沌城主老师 这等身份存在 连说三个好字 而且混沌城主老师 一切都是从族群角度出发 难道黑武者有着其他些特殊 罗锋混沌城主微笑道 老师罗锋恭敬聆听之事 你成为黑武者一世 暂时不要声张 哈哈 我人类族群 也是很久很久 没有出现黑武者了 混沌城主夸赞道 你在兽神医道上 天赋极高 又是黑武者 当真是绝配 嗯 你现在法则感悟这么高 应该随时可以突破 成为不朽 你准备何时突破 弟子想要去宇宙秘境中闯一闯 再突破不迟 罗锋恭敬道 计划中 还得去得到第三块 黑色金属版 至于突破成为不朽 兽神异境都达到媲美通天桥二十层的水准 层次高了后 那金之法则只要罗锋想要突破 那么即可瞬间跨出最后一步 雾透整个金之法则 到时候即可开始冲击不朽 就算金角巨兽成为不朽很难 可是通天桥二十层的意境感悟 突破圆河桎梏在南 也难不住罗锋 只是 罗锋敢吗 不敢 因为他还得找第三分身 毕竟一旦跨入不朽 打破圆河 体内世界化为神国 到时候就无法再孕育第三分身了 去宇宙秘境 混沌城主眉头微皱 磕地就是宇宙秘境中陨落的 域外战场中的危险是可控制的 宇宙秘境中的危险是不可控的 无数的宇宙秘境中 有些可是连宇宙尊者都得陨落 像西罗多就是在一宇宙秘境中 永远地失去了消息 导致整个金角族群因此衰落 不得不寻求人类的庇护 你现在法则感悟极高 能突破为不朽 就突破把混沌城主道 成为不朽后 你实力会强很多 生存能力更是高得极多 到时在闯宇宙秘境不迟 弟子还想寻求第三分身 罗锋恭敬道 哦 混沌城主看了眼罗锋 他是早知道罗锋夺舍金角巨兽的 金角巨兽拥有三个分身名额 地位稍高些的强者们都知道的 宝库中 鸿蒙中 也有些特殊生命的残骸 混沌城主道 弟子需要借主级残骸 而虚拟宇宙公司宝库 鸿蒙的店铺中 是有特殊生命残骸 可大多都是不朽级的罗锋恭敬道 至于借主级残骸 极少极少 毕竟特殊生命各个天生智慧 聪明无比 知道想要夺舍它们的很多 所以实力弱实 很少有离开宇宙秘境的 而特殊生命成为不朽又很容易 借主级本就少见 被保存的残骸更是稀罕无比 血统越高贵的种族 想要成为不朽就越难 可是特殊生命却不一样 特殊生命更高贵更逆天 却没资格算种族 它们数量罕见 同一种特殊生命少 则整个宇宙无限岁月就单独一个 多则数十个 数百个上千个 即使上千个也很少了 像金角巨兽 以稀少出名 可在茫茫宇宙范围加起来 每一代总量 还是不少的且一代代传承 无数年无数代传承 产生的不朽及金角巨兽 都有一大批只要能传承 那么时间够久 自然能诞生足够多的强者 特殊生命很稀少 它们突破不朽却很容易 甚至于极少数天生就是不朽 像兽神 更是天生就是宇宙之主的战力 因为它们本来就太少太少 又无繁衍能力 宇宙运转法则在修炼意图上 给予了特殊生命更多的恩赐 它们生而就特殊 奔混沌成主点头 借主集特殊生命 几乎都藏匿在宇宙秘境中 不出来想要捕获 是艰难无比 你郁郁分身 只需要采集羽毛或灵甲等即可 倒是可以试试看尝试 弟子也是这么想的 我捕获不到 弄点皮毛等 还是容易的罗锋公敬等 记住 量力而行 混沌成主吩咐 是罗锋公敬到 去把混沌成主转而 便步入那无尽气流深处 罗锋公敬行礼 这才离去 雷霆到 真眼王的宫殿外 罗锋正拎着两箱珍贵国酒 出现在宫殿外 朝里面走 老师 老师 罗锋在外便大喊 还不进来 真眼王笑声传出 罗锋步入宫殿 遇到的大多是 真眼王的记名弟子 那些记名弟子们 不管年龄 不管何时败在真眼王门下 一律喊罗锋为师兄 宫殿很大 罗锋走了许久 绕到一陵海亭内 陵海亭中 真眼王正坐在那 看住雷霆岛外 那无尽海水拍击 更远处 更是看到一条条雷电 环绕无尽岛屿 真眼王秀了下鼻子 眼睛放光 看向罗锋拎着的两箱子 不倒灵泉 酒疯紫果路 老师当年 送弟子离开混沌城 可是让弟子带酒来的 罗锋笑道 弟子即将离开域外战场 虽说还没来得及回混沌城 可现在虚拟宇宙中送点吧 反正虚拟宇宙中的酒 比现实中便宜的多为 失收了好弟子啊 这两箱 得有三百多万混员单位吧 真眼王直接接过 各自取出一瓶不倒灵泉 酒疯紫果路 现实中得要三亿多 就算是我 在混沌城 也就喝过一次不倒灵泉 虽说不差那点金钱 可心疼啊 罗锋也笑了 自己也是为老师才舍得的 自己买 也舍不得 就算虚拟中购买 都得三百多万混员单位 这都能购买好几座新浴了 来 干 酒一倒下 师徒二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老师 我在域外战场偶得一重宝 罗锋说 重宝 真眼王吃惊 这重宝是一子中 罗锋开始详细描述 这子中的一些能力 以及驱动需要的条件等等 老师 唯有混沌城主老师赐予的重宝护体 不差这一件 不知道老师是否需要 哈哈 你倒是想起老师来了 真眼王笑了 很是开心 不过在真眼王看来 罗锋在域外战场上吃了不少苦头 这子中恐怕就是战利品 如此一件重宝 价值无量 单单看一阵风行尘出事 惹得无尽杀戮 就知道其珍贵了 以真眼王性格 怎么会轻易收弟子 送的如此昂贵的宝物 你放心 你老是我 声明在外 真眼王端住酒杯 直接道 能闯出这等声明的 谁没几件重宝 没有重宝护身 怎能称得上封王无敌 罗锋错愕 哦 命女王 七剑王 塔龙王 那些个 各个都是重宝在身 老师真眼王活了亿万年 实力也比那些要强不少 更能媲美普通宇宙尊者 怎么可能没几件重宝 这子中又不符合我修炼之路 对我无用真眼王摇头 你还是暂时自己忧着 哦 罗锋点头 真眼王虽然拒绝了这重宝 可那种圆脸上却笑容更盛 弟子愿意将重宝送上 不真正尊重老师 怎么可能 毕竟罗锋有了混沌成竹老师后 是没有讨好真眼王的必要的 只能说罗锋是出于真心 你回家了吗 真眼王问 回来罗锋点头 家人急了 真眼王笑了 之前徐昕可是求到他这 他立刻去找混沌成竹的 是急了罗锋感叹 不过现在好了 说起来 我这次回去 竟然遇到那见踏王的罗斯家族 找我家族麻烦见踏王 哪个小家伙 真眼王眉头微皱 刚封王不久的那个罗锋连道 哦 记起来了 一个运气算不错 败在金兰尊者门下的真眼王摇头 金兰尊者 在诸多宇宙尊者中 属于实力很一般的那种 倒是收好多个弟子 连见踏王这种 都收入门下 那见踏王敢找你家麻烦 真眼王惊讶 他有谁撑腰 这么大胆 就算他老师金兰尊者 也会刻刻气气对你 不会轻易得罪你吧 你毕竟是混沌城主 清传弟子 就算混沌城主 不帮你出面 单单你的那群师兄们 随便一个 都能震慑金兰尊者了 是啊 我也纳闷呢 罗锋也摇头 混沌城主门下清传弟子 可大多都是宇宙尊者 皈依尊者 金府尊者等等 肯定是你失踪 甚至有你陨落谣言的缘故 查真眼王眼中 有着一丝煞气 一定得查 而且得下重手 必要时刻 甚至要杀鸡儆猴 有了我陨落的谣言 就开始来试探到了 罗锋感叹 这就是人走茶凉 你家族是靠你一个人在撑着 你一倒 家族自然实力大摔 真眼王端住酒杯 喝了一口 摇头唏嘘 我卡混私族 也是靠我在撑着 就算我还活着 可是因为不太插手 猿人族事 我族就会被欺负 不狠狠教训那群家伙一顿 他们就会存有侥幸心理 欺负到你头上来 罗锋点头 混沌城主老师也说过 之后让我闯界主级原始通天山 展露实力 震慑各方强者 混沌城主说得有理 真眼王点头 随即惊喜道 你能闯界主级原始通天山 差不多吧 罗锋点头 那可是要法则感悟 达到二十层的真眼王连道 罗锋咧嘴嘿嘿一笑 哈哈 好小子真眼王忍不住道 你修炼才多久 都赶上你三师兄了 天才骂罗锋厚颜无耻一笑 哈哈 到混沌城 一定得买好酒给我 真眼王连道 那是当然罗锋好爽道 闯通天山可是有一千亿积分 吃你点喝你点 对你不算什么真眼王哈哈笑主 虽和老师在把酒言欢 谈笑不已 可罗锋心底却是在思考住 建他王的事 思考怎么处置 至于闯通天山 罗锋并不住即在一时 等域外战场的事情解决归来后 再闯通天山不迟 至于建他王 就得赶紧出力吧 虽说这次事情 建他王做的还很克制 没杀戮也没如何 可这是一个开始 一个敢欺负罗家的开始 但凡有一点这样的苗头 就得坚决消灭 让其他家族知道 胆敢招惹罗家的后果是何等严重 罗锋和老师喝酒畅快撩住 实力地位接近方能这般随意 而和混沌城主 做山客 罗锋都没法这般肆无忌惮 高谈酷论而且混沌城主 或是宇宙最强者之一的做山客 也不可能和罗锋这般 罗锋 有邮件肩膀上的八八塔连提醒 是健踏王的 总算来邮件了罗锋目光一宁 之前儿子罗平 妻子徐昕都说 据传健踏王联络自己 可自己根本就没收到过健踏王的邮件 罗锋轻轻点出一荧幕 荧幕上出现邮件 对面端住酒杯的真眼王问道 健踏王说什么了 他说罗锋一笑 亲自去我九星湾府上拜见我请罪 姿态似乎摆得挺低 真眼王吃笑 看来他也清楚 这关系住他的小命 在域外战场上同阵营士兵禁止杀戮 可是在人类族群内部 没有所谓的军队系统限制 人类强者间彼此仇杀也是常有的 人类高层也很少插手 人类高阶管理态度很简单 内部打打杀杀没事 可如果一族潜入境来杀人类 那就捅破天了 至于人类强者们跑到域外战场 和一族们战斗时 同样要求必须绝对团结 单单姿态是没用的 罗锋端起酒杯 老师 我陪你把这瓶酒喝完 再去见那件踏王不迟 笨 先亮亮他真眼王也端起酒杯 啪 碰杯 师徒二人谈论住诸多事情 许酒后 一瓶酒喝完 罗锋这才离去 虚拟宇宙黑龙山岛屿 九星湾 家主有时暂时不在 践踏王你可以下次再来 或者在这等待 不急 我慢慢等 那我就退下了 在罗家府邸专门让客人休息的 其中一个茶亭内 高大足有八公尺多高 全身穿着金晃晃的战甲 有着那项鼻的巨汉正坐在那里 罗家迎宾客也分级别 这茶亭 只是一般客人休息之所 让一名蜂王级不朽待在这 算是一种侮辱了 看来这罗锋对我怨气极大 见踏王那像鼻秀了秀 双眸中满是忧虑 没有他的暗中吩咐 罗家的那些普通人敢这么呆慢一位不朽 更何况我乃是蜂王不朽 没人招待 只是个奴仆 将我引到这一看就是很普通 这地方连茶都是冷的等 就等着罗锋现身践踏 王静端起那已经凉了的茶水 悠闲自在地慢慢喝着 似乎一点不觉得难堪 而在九星湾罗家内 罗家的高层也聚集在一起 践踏王来了 被安排在凉茶亭 宫兴兰忍不住担心 那毕竟是封王不朽 不能这么怠慢吧 妈 徐兴笑道 没事 这是罗锋他亲自吩咐的 哦 我不太懂 宫兴兰点头 唏嘘 只是觉得封王不朽 那可是大人物 我们干巫宇宙国 干巫国主麾下 可没有一位封王不朽 践踏王被安排在凉茶亭 竟也没有丝毫吵闹 罗平笑道 因为 一道声音响起 门外走进来一人 正是罗锋 他不想死 罗平 罗海连站起 回来了 徐兴也走过来 哥罗华笑着喊道 罗锋点点头 则是看向父母 爸 妈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罗红国 宫兴兰都点头 我去处理那件踏王 回头我们全家吃团圆饭 罗锋说道 寿命极长后 当年地球上 华夏过中秋节 反而更少受到重视了 因为罗锋一修炼 就是几年几十年 甚至在这次超过六千年 所以罗锋回来 是罗家的团圆日子 去吧 去吧 家人都道 毕竟面对 蜂王不朽强者 单单到无形威压 便会令他们这些普通人 不朽即以下 除非有逆天的意志意识 否则在蜂王不朽面前 的确就就普通人 有一种臣服感 之于罗锋 那可是意志超越 许多宇宙尊者的 能熬过生死传承的 地球人一脉首领 凉茶亭 周围景色也不好 风吹 茶凉 没伺候的仆人 践踏王便坐在那 慢慢的 这时远处一道人鹰走来 这令剑踏王抬头看去 这一看顿时满脸笑容站起来 站在梁茶亭门口迎接 带着罗锋靠近 这剑踏王直接是公身行礼 罗锋殿下 这次的确是我罗斯家族之仇 我来请罪了 请罪 罗锋瞥了他一眼 在域外战场上 像剑踏王这种货色 罗锋如屠狗般 一招极可灭杀 当初便能得到 风王极限强者当奴仆 现如今实力更强 罗锋眼界更是高 就算七剑王 塔龙王那等名声 传遍亿万族群的 超级强者们 罗锋都丝毫不惧 至于这小小剑踏王 又算是哪一根细葱 剑踏王连道 罗锋殿下 我亲自来请罪 但是有一事我得说清 说罗锋已经坐在石凳上 相信殿下也清楚 我开创家族漫长岁月 我一心修炼 家族所事根本就不是 我管的剑踏王连说道 任何一个家族 几乎都是由管事人 而真正的家族创始者 个个都是重视修炼意图 很少管所事 现如今总管我罗斯家族的 是我的七十孙 实力不错 也颇有管理能力的 普通不朽剑踏王连道 当初俄罗斯家族和殿下家族 发生矛盾 矛盾闹大 最后派出谈判队伍 都是我那七十孙安排 他一切都瞒着我 剑踏王摇头叹息 这次殿下放了话 令俄罗斯家族内一片混乱 这是我的一名后代 这才胆敢发邮件给我 询问我该怎么解决 我这才知道 竟惹了殿下家族 我当时就吓住了 那个杂碎竟然敢惹殿下家族 难道是要毁掉 我罗斯家族 我施展神国传颂赶回去 当见到七十孙时 他在看到我时 却诡异笑了笑 然后自爆了剑踏王道 罗锋坐在那默默听着 说完了 罗锋看向他 殿下 我管理家族不言 竟发生这种事 但是 这是 我一刚刚疯王的不朽 还没那胆子来招惹殿下 见踏王连道 你是冤枉的 罗锋看住他 我有罪 但这事的确不是我 知识见踏王连道 我也知道 有诸多异族在查探住 殿下讯息 我一小小见踏王 哪敢插手 那异族们就算在我人类中 安插有奸细 恐怕也舍不得使用 反而控制我罗斯家族 一个普通不朽 以此借我罗斯家族之力 来试探殿下家族 这对他们而言 代价反而小 可不管怎样 我 有罪 我是来请罪的 见踏王 翻手取出了一清单 恭敬放在石桌上 罗锋看了眼 那清单上 是各种道歉赔偿的列表 也算低声下气了 哼 罗锋却是冷哼 看了眼见踏王 说完了吧 见踏王一争 连道 殿下请说 我不管你罗斯家族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和我没关系 罗锋冷漠看住他 我只知道 你罗斯家族惹到我头上 也别怪我 没给你活命的机会 宇宙运转法则 凡事都给一点生机 我也给你机会 答应他 你的命就保住了 罗锋冷漠随手一扔 也丢出了一份 早就准备好的清单 这件踏王 听到罗锋这番话 便是脸色一白 当眼睛一扫 那清单 更是眼睛都瞪住了 第913章 冰玉星罗锋的人词 看清楚了 罗锋看向他 剑踏王身躯高大 罗锋在他面前 就彭扶孩童般矮小 但他这位纵横 金兰宇宙国的超级强者 此时却是心慌 看到清单上 清楚描写的一切 他懵了 此时的剑踏王 根本没有一点反抗的念头 有的只是懊悔 看清了 罗锋殿下 你这 我 我 剑踏王结结巴巴 清单上的条款总的说是三条 第一条 整个罗斯家族所有生意 公司等一切资产 99%全部无偿转让给罗家 剩余1%留给罗斯家族 半天内 罗斯家族安排一支队伍来九星弯 进行资产交割 第二条 这次矛盾牵扯到的一切罗斯家族人员 全部送到罗家 任由罗家处置 第三条 现今十亿会员单位赔款 你家族资产的99% 至少你们罗斯家族 还剩下1% 能够让族人们生存 罗锋看住他 而且 我只是索要此次矛盾牵扯的 一系列人员 少了这些渣子 对你罗斯家族 反而有好处 至于十亿会员单位 对你一名封王初等 应该还拿得出吧 我这三条 每一条都留有余地 没有逼迫太甚 已经丧狠仁慈了 罗锋说 见他王都快哭了 仁慈 天啊 家族99%的资产啊 这一转让 那么罗斯家族 无尽岁月弄出的 弱大资产 一朝几乎尽丧 只剩下点残羹冷治 罗锋殿下 我是封王初等不朽而已 很多封侯巅峰强者 倾家荡产 都没有一亿会员财富 我也就比他们烧强 我就是卖掉身上宝物 也难凑足十一会员单位啊 见他王急切看住罗锋 祈求住 殿下所说 我自然是拼尽全力 可我实在拿不出 罗锋冷漠看住他 见他王被罗锋盯得 渐渐收声 记住罗锋冷漠道 这三条 你全部做到 这事情就结果 如果做不到 后果你知道 见他王冷汗淋淋 明白 明白见他王连点头 去吧 十一会员单位给你七天时间凑 至于家族资产交接 则要半天内安排人来九星湾 罗锋挥手 是剑踏王虽心底苦涩 只能乖乖离去 罗锋看住那剑踏王 看似萧瑟的背影 却是心底冷笑 在域外战场上闯荡这么久 很清楚一般疯王初懂的资产 虽说有些疯王初等 很可能真的拿不出 十一会员单位来 可是 这剑踏王是金兰尊者的弟子 能成为宇宙尊者的弟子 宇宙尊者怎么能不给弟子 点兵器宝物 凑个十亿会员单位来 应该不难 虚拟宇宙 金兰大陆 罗斯家族的一座 豪舌府邸内 寂静的大殿内 剑踏王独自坐在大殿王座上 脸色阴沉如水 心底怒火熊熊 后悔无比 当初就不该贪心 默许下面那么做 仅仅得到一亿会员单位的好处 现在却一下子要付出这么多 这个罗锋 实在是够狠 这次赌博 失败了剑踏王心中暗恨 当初罗锋失踪 谣言说罗锋已经陨落 一开始仅仅只是在传播 后来罗家内部的一系列动静 让有心者怀疑 罗锋是否真的陨落了 为了探查这一点 渗透进罗家 安插间隙 各种方法都有 也有势力是一亿会员单位 请罗斯家族去试探下罗家 毕竟罗斯家族乃是剑踏王一手控制 和罗家起矛盾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是那七十孙 所能一手控制的 这背后的确是有剑踏王的默许 他也不敢正面得罪罗锋 只是充当马前卒 去试探下罗家 就能得到一亿会员单位 何乐不为 罗锋若陨落 这钱赚得太容易了 罗锋若没跌倒 也不至于因为这就要了他的命 更何况从头到尾他都没现身 一直是在七十孙负责 他暗中默许罢了 家主 家主 大殿下 齐刷刷出现上百名 整个罗斯家族高层 无比恭敬贵服下 声音回荡在大殿内 俯看下方族人 见踏王脸色愈加难看 暗道 那罗锋实在是够狠 他也清楚 如果他逼急了我 我就会逃到老师那 毕竟明面上只是一点小矛盾 他还没办法强迫我老师 教出我来 他也不敢直接得罪一名宇宙 遵折他 现在 几乎是逼我到最后底线 没杀我 却逼到极限 家族资产被剥夺 百分之九十九 看似仁慈的留下百分之一 我宁可他将这家族资产全部拿去 也别索要十亿混员单位 见踏王暗恨 一个家族最大的资产 实际上是最强者拥有的财富 就像罗家最大的资产 是罗锋拥有的财富 大殿内寄警 罗斯家族上百高层贵服在那 而踏踏王却冷漠俯看着下方 煞气弥漫开来 迅速组织一支队伍 前往黑龙山岛屿九星湾 去见罗家 进行资产交割 将我罗斯家族百分之九十九的资产 进阶交给那罗家 见踏王声音低沉 却旁扶重锤 敲击在每个人的胸膛上 令下方罗斯家族高层都发懵了 什么 百分之九十九 他怎么不具强 太过分了 罗斯家族高层顿时级了 见踏王猛的一声怒吼 闭嘴 个个不敢吭声 之前和罗家斗上 怎么你们一个都不阻拦 而且一个都不告诉我 见踏王对住下方咆哮 下方的族内高层们心中暗自嘀咕 他们当初谁敢阻拦 而且他们中也有两个曾经联络见踏王 但那时见踏王却是关闭虚拟宇宙网络接收 硬是联系不上 赶紧组织一支队伍 见踏王喝道 是 罗斯家族和罗家起矛盾 其实暗中早有有心人在关注了 当见踏王对家族高层发出命令 愤怒咆哮时 这消息几乎在半小时内 就从罗斯家族内部传播了 罗斯家族退缩了 看来 罗锋回来了 99%家族资产 估计只是其中一条吧 罗锋倒是够狠的 让整个罗斯家族等于是大迁移 这是绝对的打脸啊 见踏王是一点面子都没了 哈哈 哈哈 这位罗锋殿下真是手软啊 真是仁慈啊 回来后竟然没下杀手 要是我 直接就杀了剑踏王了 兄弟 那剑踏王很可能在金兰尊者那 想杀可不容易 祖祖 这罗斯家族是我们金兰宇宙国 除了皇家外最强家族了 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他们家族控制那么多星域 无数星球 就这么完了 对 完了 就 就这么 孩子 记住 一个家族最重要乃是支撑家族的超级强者 像那些宇宙中等文明国度 一般都是一名普通不朽神灵开辟 假如不朽神灵陨落 自然一个国度崩溃而这种超级家族 那剑踏王都得低头 家族自然得牺牲巨大利益 祖祖 看来生意贸易那都是次之 强者实力才是根本 对 不但是人类族群内部 就是无数族群之间 本就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 我人类族群强大 就可拥有无数宝物资源 而弱小族群即使得到质保 也会被强行夺来 所以 孩子 你得努力 一个家族 有两位超级强者 那么更容易传承下去 是 族族 关于金兰宇宙国的罗斯家族 将控制的大量星域 无数星球 无数公司 资产全部转让给罗家 这事情在第一天 就被宇宙中许多超级家族知晓 随着时间流逝 因为引起动荡太大 那些帝国 家族 组织等等弱小势力 也都知道了 他们也感觉到 罗家的霸道 罗家的不好惹 爸 我敬你 爸 大伯 大伯 在九星湾内 罗锋一大家子人正聚集在一起 包括弟弟罗华的妻子 儿女也在桌上 罗华现如今 虽仅仅一个妻子 但可儿女却有九个 毕竟不同于罗锋在外闯荡 弟弟罗华是一直留在家 时间长了 儿女倒是多了 一大桌人 热闹非凡 哈哈 罗锋站起来 笑着陪碗辈喝酒 阿华 这么多年不见 你孩子都多了几个了 罗锋笑着看住那群年轻人 也不看看你消失多久了 六千年 罗华也笑道 徐星也瞥了罗锋一眼 罗锋哑然 呜 倒是自己不是了 陪妻子太少 不过自己乃是戒助 实力越强越难有孩子 而徐星更是体质改变 恐怕都难在生子 一家人吃得开开心心 很快 孩子们都退去了 罗锋和徐星二人 也说着悄悄话 徐星 我不在家 家族内也得有坐镇的强者 我准备培育些 不朽级植物生命 罗锋说道 徐星没好气瞪了他一眼 等你呢 那得得到什么时候 之前你不是给家族留了五百亿混员单位吗 家族内经过商议 拿出了一部分 我们将家族内本来就有的戒猪九阶的魔云藤 十星草 培育了三株 都成了不朽神灵 其中就有风猴极威力的 罗锋哑然 好 好罗锋笑着点头 关于家族安全方面 等我从狱外战场回来 我再好好安排 我在家也逗留许久 就先全身心处理狱外战场事了 去吧 你的事情要紧 徐星连道 罗锋一笑 这次在虚拟宇宙中陪伴家人足足三天 也是为了弥补家人 至于解决天阵亡 六千多年都过去了 也不差这三天 好 处理好就回来 罗锋亲了下妻子 随即一笑 便凭空消失 亦是已然离开虚拟宇宙 第914章冰玉星猎捕 域外战场 古老的星辰塔内 大殿中 罗锋独自一人 先是透过虚拟宇宙 给重剑王下达命令 重剑 改印我的位置 神国传送过来 仅仅几秒钟后 迷蒙光芒在大殿内亮起 荡起空间连依 一道身影凭空出现 正是戴着面具高兽的重剑王 他见到罗锋后 立即恭敬行礼 拜见主人 罗锋点头 同时也感应到 星辰塔传达的一股意念 是否杀死闯入者 显然这座大殿 已经算是整个星辰塔 较为核心所在 是禁止外人闯入的 一旦闯入 星辰塔完全可以用 自身能量进行灭杀 至于那些禁地空间 却是任由宇宙 无数强者乱闯 不击杀罗锋与星辰塔交流 星辰塔号称 宇宙最强之宝之一 可兵器终究只是兵器 智慧还是很低 思考速度或许媲美智能 可情感却也就 两三岁孩童般之嫩 当年天阵王的事情 他最终有没有暴露 罗锋问 丙主人 没有重剑王恭敬道 若非主人提醒 我都发现不了 那天阵王非常阴险 在我仔细观察下 才发现屈武王的死 的确是有巧合在里面 而且屈武王一死 我逃掉 妖族阵营那支队伍 实力绝对压过我们这边 而我们这边 只剩下一个天阵王 按理说 天阵王必死无疑 可是他却活得好好的 恩 罗锋点头 没暴露也在意料中 凭自己和天阵王的接触 这人绝对非常有心机 就算暗算自己 也是到了最后一刻 突然暗中下手 若非自己意志强大 破除幻境 恐怕还真让天阵王成功了 星辰塔罗锋开始联系星辰塔 寻找人类不朽 诸多阵风星辰环绕的 这座大殿内 罗锋闭眼盘息而坐 和星辰塔交流 而重剑王则是恭敬 站在气身后 整个星辰塔内 人类不朽神灵 一共359个 同时一股讯息 传入罗锋脑海 一幅幅画面浮现 正是一名名人类强者 在星辰塔内战斗 修炼和战友交谈的场景 这些都是人类 虽说整个星辰塔 有数十万不朽神灵 可真正是人类的 毕竟是极少数 很快便全部看完 没天阵王 罗锋眉头微皱 星辰塔 你仔细查看 星辰塔内 是否有我户壁荧幕上这人 同时户壁荧幕上出现影像 正是那天阵王 塔内并没有 这名人类在1800年前 就已经离开 星辰塔意念传递 已经离开 罗锋睁开眼睛 忽然地站起来 主人 重剑王上前一步 恭敬道 我们对付天阵王 他现在不在星辰塔 罗锋微微摇头 这星辰塔是自己的主场 在这 自己将会占据极大优势 然而自己生死传承 实在太久 超过六千年 很多超级强者 一般在域外战场闯荡 也就上万年 天阵王离开 也是很正常的 离开星辰塔 不知道是否 还在域外战场内 或者说 回到了人类疆域 罗锋摇头 眼眸中 您有力忙 很好 就算离开域外战场 那更好 我照样追杀你 主人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重剑王问 别急 罗锋一笑 那天阵王毕竟是 鸿蒙中一员 我认识的很多朋友 也是他的朋友 虽然我没办法 直接去联络天阵王 可是透过朋友 还是很容易就找到 天阵王在哪里 到时候便可以动手 不过在这之前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重剑王略带疑惑 罗锋转头 看住大殿外 那茫茫虚空中 一颗颗阵风星辰 微微滚动 练手以及顺从 带抓灵魂奴仆 自己是星辰塔主人 虽说现在 无法驱动整个星辰塔 可利用主场便利 还是很轻松的 罗锋能够透过星辰塔 清晰知道 那数十万 来自宇宙各地的 不朽神灵 都在哪一个禁地空间 甚至罗锋能安排 星辰塔 将自己送往那禁地空间 只要我愿意 我可以任意选择 一亿族强者战斗 而且战斗期间 禁地空间内 绝对不会出现 新的出口 即使一天 十天 一个月 都不会出现出口 如此条件 怎能错过 罗锋眼眸中 有着迸发着野心的火花 在宇宙中闯荡 拥有战友 拥有仆从 非常重要 然而想要得到 一个强大的仆从 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 要遇到自己 刚好能解决 还让对手逃不掉 而且灵魂直接控制 乃是灵魂类大师 才能做到的 而擅长灵魂方面的大师 本来就极少 除此之外 只有一个蠢奔办法 杀得对方陷入沉睡 然后控制 但这蠢奔方法 也有许多弱点 杀到陷入沉睡 对方很可能 察觉危机会自爆 其次 怎么那么巧 就沉睡 如果稍微过头 就可能直接杀死 对方二 就算成功了 控制一个 沉睡的不朽神灵 那得等多久 才能让沉睡的 不朽神灵恢复 拥有强大奴仆 如果用珍贵宝物 令其恢复 苏醒 那代价也太高昂了 总之 要控制一个 强大不朽奴仆 特别是 和自身实力接近的奴仆 是非常难的事 一般是那些 灵魂类大师 做到的几率较高 在宇宙中 哪能随心所欲 遇到这么多强者 而且哪能这般 随意挑选强者 天时地利都在我手 就看我是否有 抓获奴仆的能耐了 罗锋感应着星辰塔 和星辰塔交流 开始查找 星辰塔内的一族 不朽神灵中的 一些超级强者 目标当然是 那些蜂王极限 以限如今实力 对付命运王 七剑王那层次 想要掳获奴仆 有点异想天开了 至于蜂王巅峰 罗锋瞧不上眼 除非是蜂王巅峰的 灵魂大师 于是罗锋就将目标 确认在蜂王极限 和蜂王巅峰的 灵魂类大师上 就是他 罗锋露出一丝微笑 妖族阵营 雌鸦族 黑鸦王 蜂王巅峰的 灵魂类大师 我的第一个目标 星辰 塔内一座座 禁地空间 非常繁多 在其中一座 禁地空间内 狂风呼啸 雪花漫天 在无尽的雪花中 正有着三道模糊的影子 正盘踞在雪地上 我们的运气真差 那最后逃得慢的 蜂王膏等人类 眼看就要被我们杀死 可没想到最后时刻 他竟然摆脱了 黑鸦王的灵魂控制 对已逃掉 彭腐乌龟般 有着猙獰脑袋的 岩石怪物 滴吼柱 他那血红色眼眸中 满是凶光 可恶 另一名同样生物 也滴吼柱 这两位都是 从宇宙边缘疆域来的 暂时加入 妖族阵营的 囚甲后族 囚甲后族 乃是岩石类生命的一种 这两名蜂王巅峰级的 囚甲后族强者 有着岩石类生命的 一个共同优点 防御非常强 囚甲后族 加入域外战场的 本就稀少 蜂王级更是极少 在星辰塔内的 更是只有三名蜂王级别 他们俩便是出名的 囚甲后族兄弟 要有耐心 一道嘶哑声音响起 这是一名脸上 满是黑色毛发 只是露出一只碧绿眼眸 好似一头大鸟般的生命 他便黑鸭王 这只小队的首领 星辰塔中拥有 数十万的一族不朽 我们有的是机会 只要有耐心 总能狩猎成功 两名囚甲后族强者 嘀吼一声 算是赞同 嗯 黑鸭王突然扭头看向远处 两头盘踞着的囚甲后族强者 也转头看去 遥远处忽然出现了 一空间通道 我说的没错吧 要有耐心 这步来猎物了黑鸭王沙哑道 咕 咕 两头囚甲后族强者 都发出兴奋的吼声 双眼胸光闪烁 摇看着虽说他们充满杀意 可没看到目标 也不敢乱来 说不定是妖族阵营的 或是来者实力比他们还强 远处风雪中 突兀出现一道身影 黑鸭王 囚甲后族兄弟都仔细看去 只见远处那道身影很像人类 有着银色羽翼 全身银甲 正踏着虚空而来 是人类囚甲后族兄弟低吼 刀河王 黑鸭王却是面色微变 刀河王名气颇大 令其心中警惕 可是却也不会令黑鸭王直接放弃 哈哈 竟然在这里遇到黑鸭王赢甲银一青年踏着虚空而来 笑声令空间震动 刀河王 黑鸭王刺耳怪笑住 你的奴仆 中剑王呢 也召唤出来吧 哗啦 一道身影在旁边出现 正是高授戴着面具的中剑王 这令黑鸭王笑声欲加坚力 哈哈哈哈 很好 人类刀河王 我若杀了你 那可就赚大了同时 黑鸭王也是悄然传音命令 求甲后族兄弟 那中剑王就靠你们给我缠住了 我解决了那刀河王 放心 我们 兄弟虽不是中剑王对手 可我们缠住他一会儿 绝对没事 求甲后族兄弟也自信十足 两边杀意都在弥漫 中剑王恭敬站在罗锋一侧 而罗锋则是微笑看住这一幕 选择队伍得选择实力接近的 否则对方一看自己是刀河王 不就吓溜了 看看星辰图的威力到底如何吧 罗锋一翻左手 左手掌心中荣有星辰图 肉眼都能看到掌心中 那隐隐的星辰图印记 此时只见六颗黑球从掌心中浮出 随后悬浮在罗锋掌心上方 第915章冰玉星镇压 战斗是在一瞬间开始 重剑王是立即施展瞬移 出现在了黑压王身侧 而几乎同时那两名球甲后族 强者其中之一 也是施展了空间封锁 同时在黑压王身后的他俩 他们俩的龟壳上 也瞬间隆起了一层厚厚的铠甲 就庞扶两座堡垒 轰隆隆 空间震颤 球甲后族两名强者宛如两座一栋堡垒 碾压住宇宙空间 直接围攻向重剑王 黑压王解决了那刀河王 我俩最多缠住重剑王一会儿 尼克的速战速决 两名球甲后族强者都传音急切道 放心黑压王传音道 在重剑王瞬意的同时 黑压王和罗锋的战斗 也是瞬间爆发 一个靠火神元金才炸的子中王坠落 重剑王陷入沉睡 一战成名 这刀河王 也就防御逆天 比一般封王极限强者的防御还强 而且那那柄战刀也极为厉害 曾经连杀十余名封王不朽 一刀一个 我不能被他的战刀碰上黑压王很清楚 刀河王的情报 刀河王成名一战 早已传开 根据那一战也剖析出刀河王的厉害处 一是防御强 能硬抗最强火神元金爆炸 二十战刀特殊 应该是特殊兵器 这两点也说明了 刀河王富有 有最强火神元金 还有特殊战刀 都是外在富裕的强大 遇到灵魂攻击可就不行了 成为我的奴仆吧 黑压王的碧绿色眼眸掠过一丝疯狂 遥看远处罗锋 瞬间施展了灵魂幻术 肉眼无法看见的灵魂幻术 瞬间穿透罗锋体表的将甲 威力削弱后 依旧进入罗锋体内 后 罗锋体内的本源金球 早已形成一兽神 独角 粗壮四体 肠尾 这便是微型兽神 在微型兽神体内 更有一颗塔珠坐镇 只是光是这灵魂幻术 还不足以逼迫塔珠出马 只见到微型兽神 紧紧一声低吼 施展出眼神欺骗四大绝学之兽神吼 强大意志意识下 这一吼 威力无穷 灵魂幻术直接被震散崩溃 去 罗锋左手掌心拖着六颗悬浮着的黑球 每颗都大约弹珠大小 上面隐隐有着法则密纹痕迹 看似普普通通的黑球 又有谁能想到 这弹珠般的黑球 却是无比可怕的重宝阵风星辰 这比真正的星辰要强得多 砸恒星 恒星碎 然而缩小如弹珠大小 在罗锋掌心 却是普普通通 随着强大的念力催动 顿时那六颗黑球排列化为一窜直线 快如闪电 直接蹦射向远处的黑鸭王 我的灵魂幻术竟然被破了 那六颗黑球 不好 黑鸭王看到那六颗黑球射来 竟然令宇宙空间直接出现了一条碎裂的空间通道 碎裂的无比整齐 就庞扶宇宙空间专门裂开一条专用通道 让这六颗黑球前进似的 这一幕代表着什么 黑鸭王怎么会不清楚 呼啦 黑鸭王欲要闪躲开 可黑球速度之快 就算罗锋靠视无语义 都难以闪避 毕竟念力兵器速度 一般都是比强者速度要快得多的 砰 黑鸭王临危不乱 手中出现了一泛住惨白色的奇异雕刻的盾牌 第一颗黑球携带着可怕的冲击力 直接轰击在盾牌上 劈啪一声 黑鸭王持有着盾牌的手臂 已经被这股冲击力震的骨头断裂开 而几乎同一刻 第二颗黑球也砸在盾牌上 砰 盾牌脱手而出 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无尽风雪中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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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连续四颗黑球 接连砸在黑鸭王身上 黑鸭王虽拼命抵挡 却感觉到这四颗黑球 磅腹中的吓人 砸在他身上产生的冲击力 更是比当年 他在中子星遭到冲击 强了不知道多少瞬间 令其强壮无比的骨骼 肌肉碎裂开来 扑 黑鸭王口中也吐血 全身筋骨断裂 肌肉碎裂 鲜血染绿了全身 但几乎转瞬 黑鸭王身体便完全恢复 没用的 瘋王巅峰的不朽神体 不是那么容易毁掉的 黑鸭王死死盯着远处的罗锋 莫之吼 轰 一股可怕的灵魂冲击 瞬间穿透罗锋体表将甲 威力损耗九成以上 紧跟着在蕴含罗锋强大意志的 微型兽神的一声怒吼中 那灵魂冲击也整个溃散开 根本就碰触不到微型兽神 丝毫 更别谈伤害了 而遭到攻击的罗锋心中却是满意 星辰不道徒威力 真是厉害 刚才我没有施展法则奥妙 平级的纯粹是我强大的意志意识念力 以及那六颗阵风星辰本身 直接硬砸 竟然能砸得黑鸭王抵挡不住 星辰不道徒 乃是至宝 颗颗阵风星辰 重变超过一颗中子星 罗锋单单靠强大的意志意识念力催动 便如此威力 一次检验令罗锋无比满意 这就是至宝的好处 和是无与一相比 这由诸多阵风星辰结合图卷形成的星辰不道图 罗锋反而更容易发挥战力论操控难度 这其实是操控重宝的难度 但威力却能跨入至宝的门槛 检验完毕 开始捕捉猎物 罗锋冷漠看住远处的黑鸭王 操纵着那六颗黑球 只见六颗黑球表面的法则密纹被驱动 顿时引诱宇宙本源法则之力 一时间茫茫风雪中突然便出现了 一隐隐约约的巨大的兽神幻影 独角 粗壮四体 长尾 唯有他的右体爪聚集着六颗黑球 凝聚得无比清晰 兽神降临之四天一爪 这刀河王不是以刀法出名吗 黑鸭王下的魂飞魄散 此刻的六颗黑球引诱无尽宇宙法则之力 威力顿时疯狂飙升 撕拉 巨大的提 爪 撕裂而过 黑鸭王直接被撕裂成碎片 强劲可怕的爪金更是将那碎片都崩裂成碎片 而远处看到镇木的罗锋却是眼睛一亮 就是这时候左手掌心再度浮现一颗黑球 只是这颗黑球表面隐隐有着一层紫色光韵 正是涂抹了肺魔毒液的阵风星辰 星辰步道途中可是融合着一百颗阵风星辰 而罗锋现在才驱动多少点 所以专门有十颗阵风星辰被涂抹了肺魔毒液 咻 这颗带着紫色光韵的黑球化作一道流光 射向那化为粉末的黑鸭王 无尽的粉末正在凝聚 刚刚凝聚大半 神体刚有了雏形 一颗黑球便瞬间贯穿而过 攻击是没 啊 不 黑鸭王感觉到神体被疯狂侵蚀 几乎瞬间神体就损失了52% 已然过半 这令他完全惊恐了 涛 涛 涛 黑鸭王立刻传言给那同伴 涛 正在和重剑王纠缠 化为两座坚不可摧堡垒的 球甲后足强者大吃一惊 可在域外战场中闯荡 他们也是反应极快 当即决定逃窜 轰 黑鸭王实力大损的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念力直接冲入黑鸭王体内 万星控魂秘法 在远处罗锋死死盯着黑鸭王 可以施展起了万星控魂秘法 在罗锋计划中 要控制黑鸭王 就是先靠废魔毒液重创对方 令对方实力实不存一 然后平击万星控魂秘法 强行控制对手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假如要杀的对方陷入沉睡 用肺魔毒液伤对方两次 可肺魔毒液一次 即可毁掉蜂王巅峰强者 30%到80%不等的神体 罗锋也无法精密控制 到底毁掉对方多少神体 说不定 两颗黑球接连穿过对方神体 对方直接陨落了 即使说运气好 对方刚好陷入沉睡 可即使控制住一名 陷入沉睡的不朽神灵 难道耗费一千多亿混员单位 令其再度完全恢复 对此刻的罗锋而言 为了一个不朽奴仆 耗费一千多亿真不值得 毕竟自己已经有了重剑王 结合来看 最好的方法 就是先靠肺魔毒液 进行一次攻击 对方肯定重创 接着再靠万星死流强行控制 我的意志意识极为强大 将魂辅助 操控着万星控魂秘法 威力自然极强 而黑鸭王现在实力 恐怕不及之前十分之一 我很有希望能够控制住 他罗锋全力以赴 死死盯着黑鸭王 开始强行渗透 进行控制 黑鸭王身体 直接从半空跌落 落在下方雪地中 一动也不动 但灵魂中 二者却在进行 最激烈的交手 你想控制我 不 不 不 我宁可陨落 将来或许有复活的机会 被控制 那便再无复活可能破 破 黑鸭王心底嘶吼住 全身所有灵魂 都在疯狂挣扎 中突破了罗锋的强行镇压控制 爆 黑鸭王刚挣脱镇压控制 便立即引爆不朽神体 可怕的冲击波 瞬间浮散向四面八方 席卷了整个禁地空间 无尽雪地都直接化为虚无 就连那两名球甲后族强者 也因此受伤 至于罗锋和重剑王 自然是丝毫无损 失败了 罗锋站在半空 也没看黑鸭王陨落后的留下的宝物 只是唏嘘 想要控制一名强大的 和自己实力接近的不朽奴仆 果然是很难 实力 精密计划 运气 缺一不可 主人重剑王传音 杀了他们两个 罗锋直接下令 是 重剑王双手一翻 拿出了那两柄 带着紫色光运的弯道 杀向那受伤的两名 球甲后族强者 第916章 冰玉星雏形 以重剑王的实力 在辅助费魔毒液 而罗锋站在远处 随意扔了六颗阵风星辰 砸了过去 磕磕阵风星辰 沉重无比 虽然罗锋没施展法则奥妙 可至少能够平集这六颗黑球 影响那两名球甲后族逃跑 结果不言而喻 很快便雨落了 杀死黑鸭王他们三个 其中黑鸭王自身宝物估值 在300亿会员单位 而两名球甲后族的宝物估值 加起来也在180亿会员单位左右 竟然失败了 嗯 寻找下一个猎物 罗锋意念联络星辰塔 星辰塔也迅速传来大量讯息 让罗锋进行选择 好 目标一就是 封王巅峰的灵魂类大师 星辰塔 打开一条通道 罗锋摇看前方 哗 破烂不堪的禁地空间内 突兀出现了一出口 罗锋 重剑王直接一道进入空间出口 沿住空间通道 前往另一个禁地空间 在那禁地空间内 有着四名虫族阵营的强者 其中便有一名 异族蜂王巅峰灵魂类大师 希望这次能成功 罗锋默默期盼 三分钟后 这座禁地空间内一片狼藉 海水都化为虚无 那无尽海床都凭空消失大半 银甲银翼的罗锋正站在高空 重剑王依旧恭敬站在身侧 主人 诸多宝物在六百亿混元单位左右 重剑王恭敬道 罗锋点点头 随即摇头探道 竟然又失败了 主人 想要捕获控制强大的灵魂类大师 那些灵魂类大师 无限岁月一直研究幻术 研究控制灵魂之法 他们对灵魂的研究了解无比深厚 主人想要捕获他们 是得需要点运气 重剑王恭敬道 不过我们收获也很大 杀戮 强者过多 会引起众目 惹得超级强者现身 罗锋轻声道 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 是 主人重剑王神色一紧 像宇宙中有一些虽然没名说 却潜藏着的规则 如宇宙尊者可以杀封王封侯不朽 那些不朽感染宇宙尊者 宇宙尊者的尊严不可冒犯 自然得惩罚杀死 但宇宙尊者却不能大肆吐露 不朽神灵 如果大肆疯狂吐露 就会引起众怒 其他宇宙尊者就会现身合力对付他 同样道理 像真野王这等疯王无敌 根本不去域外战场 至于七剑王 塔龙王 命语王等等 如果拿出底牌 也能轻易击杀疯猴巅峰 乃至疯王极限 可一次几次的杀 没事 连杀十次 也没什么 可如果屠戮过多 就会惹中怒 毕竟封王巅峰 封王极限 也是各族中的精英 被屠戮过多 那些族群的超级存在们自然恼怒 罗锋则是带领着重剑王 开始了残酷的猎捕旅程 第一天 战斗三次 将一族敌人进阶灭杀 根本没有一次成功控制的 得到的那些宝物 估值约1600亿会员单位 第二天 战斗三次 将一族敌人进阶灭杀 置于灵魂控制 依旧全部失败 财富收获达2100亿会员单位左右 第三天 连续四天 共12次战斗 选择对象全部都是 疯王巅峰灵魂类大师 结果却是这12位 疯王巅峰灵魂类大师 各个陨落 一次都没能成功 其中这12波被杀的目标 将凶手是刀和王 讯息传开的却有9波 还有3波 死得太快 拼命挣扎下 都没来得及传出讯息 连续陨落9名 疯王巅峰灵魂类大师 凶手都是刀和王 幸好陨落的9位 分别隶属三大阵营 每个阵营都是敌对的 在短时间内倒是传播不快 可是三大阵营各自内部 却都是传播开几方阵营 被刀和王杀死了 疯王巅峰的灵魂类大师 机械族阵营 被杀了4个 妖族阵营 被杀了2个 虫族阵营 被杀了3个 这刀和王实在是厉害 足足4个疯王巅峰的 擅长灵魂攻击的强者 都陨落在他手里 早听说他防御很强 都能抵抗最强火神圆巾爆炸 没想到面对灵魂方面的 超级强者攻击 他都这般彪悍 连杀4个 物质防御 灵魂防御 两方面都强 这刀和王 真可怕 可怕的 刀和王 刀和王之名 在隔了6000多年后 再度传开 上一次刀和王 以最强火神圆巾 重剑王奴仆 可怕的物质防御而著称 让诸多强者 不敢小瞧 但也只是不敢小瞧罢了 毕竟杀的虽多 可怎么看 刀和王 靠的都是些外在手段罢了 但这次 封王巅峰 灵魂大势 一个个陨落 却令刀和王 令诸多强者 惊惧起来 物质攻击 灵魂攻击 刀和王都能应对 如此可怕 几乎没弱点的 超级强者 怎么应对 鸣声虽然传播开来 但毕竟时间很短 倒也没传得太离谱 罗锋猎捕的第五天的第二次猎捕 一座禁地空间内 在炽热的孤岛上 一名长相酷似人类 可铠甲下 却是宛如金钻般的神体 神体上布满了一颗颗小型碎钻式的 乍一看 好像钻石人 正躺在孤岛上 问 钻石人整个神体中的灵魂印记 都在疯狂挣扎 然而他因为 肺魔毒液侵蚀的缘故 神体只剩下36% 实力影响极为严重 而且在这几天中 每天罗锋只有三次战斗 每次战斗都最多几分钟就结束 那么其他时间罗锋在干嘛 他在研究万星控魂秘法 将法则学妙融入其中 愈加精妙地使用 一次次研究 也令罗锋控制手段逐渐提高 特别刚开始还有个飞跃期 只是仅仅两天罢了 后来提升就很缓慢了 但至少比第一次猎捕时 已经强多了 臣服吧 罗锋感觉到目标反抗 突然一强 不急反省 轰 无尽灵魂死网 瞬间完全侵入 成功 终于成功了 罗锋眼中也露出一丝惊喜之色 不容易 自己耗费这么多精力 而且还是平级星辰塔的缘故 能够精妙选择对手 都这般艰难 才得到第一个灵魂大师奴仆 帕罗瓦族罗锋 看住那钻石人 钻石人站了起来 看向罗锋的目光中 有着发自灵魂的恭敬 这一刻 罗锋便是他感觉最亲近的存在 当即恭敬行礼 主人 嗯 罗锋微笑点头 炼心王 秀 远处一道身影飞来 正是重剑王 重剑王落地后恭敬道 主人 已经击杀其他两名强者 这是缴获的宝物 哈哈哈哈 罗锋却难得大笑起来 重剑王健壮 看了眼旁边的钻石人炼心王 便立即向罗锋道 恭喜主人 收获炼心王 不 容易 不容易啊 耗费这么长时间 这么多精力总算成功了 罗锋畅快笑道 幸好那肺魔毒液轻蚀极强 令炼心王实力损耗过多 我才侥幸成功有了炼心王 以后再收获奴仆 那但容易多了 有炼心王 那么炼心王极可燃烧不朽神力 令灵魂控制瞬间飙升 这样一来 想要控制奴仆 概率就高多了 有炼心王 接下来我的目标 就可以是蜂王极限了 罗锋心中有着遗忘 先休息 炼心 你先恢复实力 罗锋拿出曾经得到的一些 有助于恢复神体的宝物 给炼心王 毕竟之前杀死了很多蜂王不朽 那些蜂王不朽有好几个 都留有恢复不朽神体的宝物 显然是留着准备在关键危险时刻 短暂恢复实力所用的 此时 却是被罗锋用来给炼心王了 没办法 恢复完整实力的炼心王 才是对罗锋最有用的 一切犹如罗锋计划的那样 当拥有炼心王这一奴仆后 猎捕计划效率明显就高多了 唯一的麻烦 就是不能让敌人燃烧不朽神力 一旦敌人燃烧不朽神力 那么即使炼心王燃烧不朽神力 想要控制都难 之前 没炼心王当帮手的时候 一旦敌人燃烧不朽神力 罗锋就直接放弃猎捕 选择击杀 罗锋凭击是无羽翼和星辰图 硬是能蹂躏死对手 仲剑王有子忠在身 也无惧对方燃烧不朽神力 也能耗死对方 拥有炼心王后 罗锋的猎捕成功率 达到了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地步 于是 渐渐的罗锋开始隐藏不现身了 反而让麾下奴仆去动手 两个封王极限配合炼心王 再由罗锋赐予宝物 费魔毒液和阵风星辰 就能开始猎捕了 阵风星辰每一个出世 那都是闹得轰轰烈烈 几乎每个阵风星辰下落都有记载 所以 罗锋虽然赐予了普通阵风星辰 却严令 禁止使用镇压封印的能力 只允许将阵风星辰缩小成一颗金球 去砸 以一颗阵风星辰勾动宇宙法则去砸 单单砸的功效 虽远不如镇压封印 可威力倒也不弱 毕竟射计之初 阵风星辰本就是为了砸 变成一颗金球 只是用来砸 其他强者倒也认不出这是阵风星辰 毕竟阵风星辰真正使用 一般是变得巨大 直接将敌人镇压封印其中 而变成弹珠般的金球 去砸 的确无法辨认 阵风星辰牵扯住星辰塔 绝对不能暴露 你们 若非我允许 绝对禁止使用镇压封印之能 罗锋做出严令 不但是挥下灵魂奴仆 就是自己 也只是使用砸的能力 而阵风星辰 罗锋绝对不给他人 只是自己用 只有在需要的时候 暂时赐予给灵魂奴仆使用 等事后还得收回 防止灵魂奴仆被击杀 被其他强者得到阵风星辰 连真眼王老师 罗锋都没送 毕竟 星辰塔 关系重大 但凡有一丝危险都不能堵 这次是在星辰塔内猎捕 这是自己的地盘 一切都在掌控中 罗锋才敢自信地 暂时赐予给灵魂奴阵风星辰 毫无疑问 猎捕效果也是让罗锋惊喜的 第917章 冰魂新罗锋的卫队 猎捕一共持续一个月 其中前八天是每天三次战斗 后面大半个月则是维持着 每天一场战斗的强度 在这一个月的猎捕战斗中 前六天 罗锋是场场参战 而且还是主力 可是后面开始 罗锋就隐匿起来 让麾下蒲丛们去战斗了 虽说因为没罗锋的参加效率 可能稍微下降些 却也影响不大 而且这么做 罗锋也是为了避免大麻烦 毕竟假设场场自己现身 且是首领角色 杀那么多强者 惹得众怒的话 那自己麻烦就大了 一个月 共46场战斗 叶令罗锋挥下强者数量 从一开始的 仅仅中剑王一个 增加到足足九个 也就是说 这次猎捕计划 足足令罗锋得到了 八位强者蒲丛 恭喜主人 主人 这是我们收缴的宝物 灵魂奴仆 那是绝对中心 缴获的所有宝物财富 都献给罗锋 他们自身的宝物财富 也是一样都献给罗锋 而后 由罗锋统一安排 给麾下强者一定的分配 虽说这46场战斗 令罗锋获得巨额财富 可麾下九大蒲丛强者 实力提升 也得靠自己来养 这令罗锋感到了压力 由罗锋引起的这场风暴 已然席卷整个星辰塔 一开始 罗锋带领重剑王 进行一场杀戮 消息在一族三大阵营内部流传 那时 分摊到各个阵营 罗锋杀的不算多 虽然令罗锋名气大了很多 可整个星辰塔 还算是比较宁静的 可是随着时间流逝 一天天过去 其他阵营也被罗锋杀死 诸多强者的消息渐渐传开 这下顿时轰动啊 六天时间 十八场战斗 消息传开的有十三场 诸多阵营加起来 因刀河王而陨落的风王不朽 差不多有四十位 其中还有十三位 风王巅峰的灵魂大师 或是风王极限强者 哗 消息传开 星辰塔轰动了 域外战场本就是杀戮战斗之地 强者们可不是胆怯之辈 不会因为刀河王的强大而害怕 刀河王的行为的确惹起重怒了 很多异族强者们 大群大群结伴 一个个想要找到刀河王和重剑王 想要杀了刀河王 原本宁静的星辰塔内 数十万异族不朽们 也因此变得厮杀程度激烈了许多 这厮杀程度一激烈 陨落几率也就高了 可是 诸多异族强者们 想要寻找的刀河王却消失了 后面的一场战斗 从未发现过刀河王 而实际上 罗锋奴役的强者中 有些身份未曾暴露 所以罗锋安排那些 没暴露的麾下强者 两三个联合去猎部 每天仅仅战斗一场 加上又没有罗锋参与其中 倒是没有谁 将这些战斗计算在罗锋头上 星辰塔内的氛围变得有些疯狂 因为刀河王掀起了这场杀戮 刀河王消失了后 因为他暗中派遣的奴仆强者导致 蜂王巅峰的灵魂类大师 蜂王极限强者 照旧有陨落的 这些超级强者的陨落 自然令氛围变得疯狂 太疯狂了 连蜂王巅峰 蜂王极限都陨落 我们还是暂时离开星辰塔 哈哈 这是机遇 强者陨落 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巨额财富 难得的战斗机会 平常遇到难以解决就退缩 实在没劲 现在的星辰塔 才是真正的杀戮之地啊 畏惧者胆怯者 有些悄悄离开星辰塔 可是一些嗜血 好战 自信的强者们 反而冲到星辰塔 令星辰塔内的混乱愈演愈烈 也有很多强者 一直在寻找目标刀河王 可惜 他们却一直找不到 禁地空间 一身耀眼金色铠甲 身体则是有着悠悠黑芒 乍一看就彭扶机械傀儡 这个冷漠的机械族人 便是刚刚赶到 星辰塔的机械族 超级强者命运王 既然能杀死这么多蜂王巅峰 擅长灵魂的强者 还有这么多蜂王极限 加起来超过十位 还有诸多其他蜂王不朽 命运王声音铿锵有力 他那眸子中闪烁住战役 这样的对手 值得我一战 在其身侧跟随的六名强者 各个恭敬 我来到这 就是为了这刀河王 命运王战役熊熊 实力达到他这等层次 像对付蜂王极限 这样的超级强者 他都没有多大兴趣 要对付 就对付拥有特殊机遇 或拥有重宝 或是拥有特殊战斗能力的 总之 得特殊点 上次阵风星辰出世 命运王没能杀死七剑王 令他很是遗憾 对付七剑王 塔龙王等一批超级强者 他没有什么把握 可是对付一个刚冒头 比一般蜂王极限强者 名气大不少的刀河王 他还是有把握的 大人 找不到刀河王 我们也联系诸多战友盟友 可没有任何一个 能发现刀河王的 命运王听麾下强者所说 顿时双眸中有着一丝恼怒 低吼道 这个胆怯的刀河王 闹出一番风暴出来 杀死十多位蜂王巅峰灵魂强者 蜂王极限强者后 竟然就消失了 难道离开了星辰塔不成 给我查 我机械族阵营强者 遍布战场各处 我要悬赏 悬赏十亿蓝单位 找着刀河王的坐标讯息 一旦确认他的坐标是真实的 便是十亿蓝单位奖励 是 是 大人 麾下六名强者都应道 刀河王 命运王双眸胸光闪烁 命运王也清楚 像刀河王既然能杀这么多强者 肯定有特殊际遇或重宝在身 而且单单杀这么多强者得到的财富 就算对他命运王而言 也不会是个小数字 一旦击杀了刀河王 他很可能得到重宝以及巨额财富 他当然不会轻易放弃罗锋这目标 刀河王 查 给我查到刀河王所在 塔龙王也显然盯上了刀河王 击杀刀河王 得到刀河王的宝物财富 何乐不为 这场风暴因刀河王而起 虽说他杀了十多位超级强者和诸多蜂王 可一来 刀河王自身实力就那么强 杀那些蜂王极限强者还算不上屠杀 加上数量也不算太多 所以不会惹得一些超级强者插手 可是 如命运王 塔龙王 悬河王等一些域外战场上 名气超强的存在 却是盯上了刀河王 什么样的实力匹配什么样的名气 刀河王既然敢做出这番事情来 那么命运王 塔龙王等人的觊觎 显然就是一层考验 不求能击败命运王等强者 只要能从命运王 塔龙王他们手中逃掉性命 那便是实力的一种证明 虚拟宇宙 罗锋的庄园中 客厅只有两人 罗锋和真眼王 罗锋 你这次掀起好大的风波 引起这么大的动静 你干嘛 真眼王瞪眼看住自己徒弟 你名气越大 那么吸引的强者就越强 我估计 玄穆王 塔龙王那批家伙 可能不少都盯上你了 没事罗锋一笑 还没没事 真眼王不由摇头 你看看 那些异族强者们 不知道多少想要杀你 而鸿蒙中 你现如今名气也大得很 经常有强者和你结交 例如一些闯荡 极危险的宇宙秘境 他们也会请你参加 名气也代表住实力 如果 没有与之相符的实力 那么就会陨落 真眼王看住罗锋 弟子略有际遇 罗锋笑着安慰老师 真眼王一争 略有际遇 难道你面对命女王 悬木王等 也有信心全身而退 真眼王不敢相信 他这弟子是厉害 可是悬木王 七剑王等 哪一个不是拥有着特殊际遇 哪一个不是拥有诸多重宝 实力是何等的可怕 有信心罗锋点头 没有丝毫犹豫 真眼王吃惊看住罗锋 随即唏嘘摇摇头 算了 算了 既然你有如此信心 就看你怎么闯吧 弟子定当努力 不让老师失望 罗锋嬉笑住 自从名气大了 后来结交自己的确很多 可罗锋也就随便应付下 唯有老师真眼王 罗锋得好好应对 星辰塔内 那被大量阵风 星辰环绕的那座大殿中 赢甲淫义的罗锋 正站在那 在他身后更是站着一排超级强者 足足九位 分别是 仲剑王 蜂王极限强者 炼心王 蜂王巅峰灵魂类大师 镇重王 蜂王极限强者 铁骑王 蜂王极限强者 悲魅王 蜂王巅峰灵魂大师 驱灿王 蜂王巅峰灵魂类大师 吉红王 蜂王极限 拥有重宝子中 山吼王 蜂王极限 蜂王 蜂王极限 拥有重宝冰魂丝王 这便是 罗锋麾下的九大强者 在猎捕过程中 共有46场战斗 杀戮蜂王的实际数字 超过100个 在杀一名蜂王 高等不朽的时候 既然非常走运地发现 这名蜂王高等不朽 拥有着重宝冰魂丝王 反而击杀的诸多蜂王极限 灵魂类大师 却没有一个拥有重宝 按照麾下强者实力 和战斗风格 最终将冰魂丝王给附水王使用 而子忠也给了 更适合使用的吉红王 第918章 冰玉星双子旋遇 罗锋看住麾下九强者 不由意气风发 自己陷如今虽强 可一旦蜂王巅峰 蜂王极限强者 燃烧不朽神力和自己拼命 那么自己只能靠 使无语义来闪躲 靠防御能力硬是耗死对手 唯有这种耍赖皮的办法 这就是自己的弱点之一 无法燃烧不朽神力 可我现在麾下有九大强者 各个都是一族强大不朽 以后不至于遇到 对手燃烧不朽神力 只能耗时了 九大强者 其中有四个 是直接被罗锋控制 还有五个 是间接被控制 直接被控制的是 重剑王 炼心王 吉红王 附水王 一开始选择目标时 罗锋就意识到 吉红王适合子忠 所以自然亲自在关键时刻 控制吉红王 附水王作为最后一个被控制的 也是适合冰魂撕网缘故 才被罗锋控制住 毕竟论重要性 子忠 冰魂撕网 这两件重宝 比封王极限强者本身重要得多 鸿蒙城 餐厅包厢内 罗锋正悠闲端住茶水喝着 平海公司生意做大 令茶这一饮料已然传播开 宇宙中也有了些许喜欢茶的客人 啪 啪 敲门声响起 包厢内专门服饰的侍从 轻轻拟点包厢的墙壁 墙壁上空白的荧幕上 忽然浮现一人影 穿住一身精美的紫色铠甲 身材窑窍 紫色短发 双膜隐隐发蓝 正是罗锋以刀河王身份结交的 一位女性朋友雍燕王 罗锋看了眼 便朝那侍从点点头 侍从这才开门 花包厢门开启 雍燕王从包厢外进入 你出去吧 罗锋对侍从吩咐 是 侍从退去 门关上 包厢只剩下罗锋和雍燕王 刀河王 这么多年不见 怎么突然想要见我了 雍燕王眉宇间 有着一丝慵懒的魅意 直接朝罗锋身侧坐位一坐 我可听说 刀河王你最近在星辰塔内 可是掀起了一场大的杀戮 真是让人吃惊呢 雍燕王 是封王高等不朽 过去对刀河王就算比较逢赢 而这次罗锋闹出如此大风波 铭记大振 雍燕王刚刚得知这消息 也是吓得一跳 他也没想到 刀河王竟然会强到这地步 有事请你帮忙 罗锋直接说 刀河王有事 我自然是竭力帮忙 只是不知道 我有什么能耐 能帮到刀河王 你雍燕王看住罗锋 告诉我天阵王在哪 准确坐标 罗锋直接道 一旦确认后 一亿会员单位便算是谢礼了 呼 刀河王真是大方的 雍燕王看了眼罗锋 这是不能让天阵王知道吧 嗯 罗锋点头 很容易猜 毕竟当年刀河王和天阵王交情很好 如果是没有特殊情况 罗锋只需要直接通话询问天阵王 不就知道坐标了吗 有必要绕一个大弯子来找天阵王 雍燕王也不傻 笑着道 天阵王现在就在域外战场 第七战场的最可怕危险之地之一的双子旋遇 刀河王你尽管前往那双子旋遇 等到你到达后 我会告诉刀河王你坐标 嗯 罗锋微笑点头 那就拜托你雍燕王了 我相信雍燕王你的能力 随即罗锋起身便凭空消失不见 雍燕王端住旁边的茶杯 若有所思 笑了起来 似乎有意思了呢 这刀河王很不一般 更值得交好了 星辰塔内 那被大量阵风星辰环绕的大殿内 你们有谁 可以最快赶到双子旋遇 罗锋目光扫向麾下九大强者 主人 属下能做到 有三名强者都开口 毕竟他们这九位都属于域外战场上最顶尖的一批强者了 比他们还强的 主要也就命运王 七剑王等最逆天的那些个罢了 所以他们除了在星辰塔 自然域外战场第七战场的其他几个危险之地 很多也去过 也在周围留下精力的坐标 很好 吉红王 便由你带路 罗锋岛 是 主人吉红王恭敬道 除了重剑王和吉红王跟在我身边 其他七位都暂时进入世界戒指中 我需要你等战斗 你等在现身 罗锋下令吩咐 那七位超级强者恭敬应命 一一进入世界戒指中 这都是普通的世界戒指 关键时刻 罗锋能让他们出来 即使因为战斗太疯狂 无法引动世界戒指内的世界之力 以那七位超级强者实力 完全可以强行破开一方世界出来 我当年在双子弦域的其中一羽石内 放住我的辅助植物生命的信物 吉红王恭敬道 那就出发吧 罗锋下令 问 迷蒙光芒出现 站在这迷蒙光芒笼罩范围内 罗锋隐隐都能遥远处 那一座神国中的景色 哗 罗锋 重剑王 吉红王 直接被传送 离开了星辰塔 先是被传送到神国 接着再度传送 便抵达了双子弦域 双子弦域 是两座浮散范围极广的超大漩涡 这两座超大漩涡略小者直径在3.9光年 略大者直径是在4.2光年 这两座超大漩涡彼此影响 浮散范围既然再也无法膨胀 可依旧隐隐吸引遥远处 大量物质飞入漩涡中 主人 双子弦域既有吸力 又有排斥力 刚进入双子弦域 吸力极强 越是深入 吸力越加恐怖 当达到一个极致后 后来吸力竟然完全消失 变成排斥力 越是靠近漩涡 深处核心排斥力越加惊人 至少蜂王不朽中 没听说谁能抵达 双子弦域核心的 吉红王恭敬介绍道 有强者尝试瞬意进入 但一瞬一深入 那强大得多的排斥力量 会瞬间将不朽神灵完全湮灭 恩 罗锋点头 域外战场上最顶尖的危险之地 都有些特殊 当然其中以星辰塔最为特殊 因为星辰塔本身就是一件超级质宝 哗啦 一块直径在三公里多的陨石 在双子弦域的其中一个不断旋转飞住 这陨石速度就这么快 无限岁月一直在这一条轨道上飞行 即无法逃脱漩涡 也无法深入及红王说道 罗锋正站在这颗陨石上 摇看四面八方 一眼看去 苍茫的黑漆漆一片 隐隐能看到一些陨石 小山等等 雍雁王罗锋开始透过虚拟宇宙 联系雍雁王 唯一抵达双子旋域 这么快 不过我也查到了天阵王的坐标 这就是天阵王的详细坐标 谢了 确认后我会将谢礼 直接转到雍雁王你的账户 简单的一次交流 罗锋已经得到了准确坐标 这雍雁王虽然仅仅封王高等 可却是一鸿蒙当中 一股隐秘势力的一员 这股势力最是擅长探查情报 特色是 所有成员一律是女性 据传 这股势力的首领 乃是鸿蒙中的殿主之一 天阵王离我们这不远 出发 罗锋下令 主人 在双子旋域内施展顺移 一定得注意坐标 一旦顺移误差太大 进入极危险区域 那很可能丧命 吉红王提醒 嗯 罗锋点头 磨砂族分身 变成一金属片 出现在魔云战役中 感应着无尽空间波动 迅速确定了 离目标很近的位置 当即罗锋 吉红王 重剑王 刷得便凭空消失不见 双子旋域较大者的 那一漩涡中 其中一片直径在 三千多万公里的大陆 正一直在漩涡中 环绕飞柱 永恒不断地飞柱 在这片大陆上 有两支队伍 其中一支 是天阵王带领的队伍 哼 天阵王披散住长发 盘坐在茫茫大地上 在他身后 则是站着一名魁梧 满是灵甲的一族强者 自从在那星辰塔中 大赚一笔后 随后的岁月 他的运气一直很好 现如今 天阵王拥有着三名奴仆 其中两名是蜂王极限 一名是蜂王巅峰灵魂类大师 正是那位赤芒王 有三大强者 以及他自身实力 天阵王评级一次次杀戮 也得到诸多财富宝物 也在鸿蒙当中购买了宝物 所谓实力越强 财富就越多 宝物越多 财富宝物多了 实力就可以更强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照理说 心情极好的天阵王 此时却很糟糕 刀河王 刀河王 天阵王披散住长发 盘膝坐在那 脑海中一直回荡住这个名字 而那情报讯息 他也记得无比清晰 短短半月不到 杀人蜂王巅峰类灵魂大师 蜂王极限强者累计十余位 其他蜂王强者四十位左右 这便是刀河王带领 麾下奴仆重剑王 干的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当初被他逃掉 以后肯定是麻烦 我当时和他刚刚结交就知道 这个刀河王能令重剑王为奴仆 定是身怀重宝 以后前途无量 我精心准备那一次机会 突然暗中下手 可没想到关键时刻 他竟然挣脱幻境影响 甚至于直接拿出最强火神圆巾 幸好突然出现一出口 才让我逃过一劫天阵王 还记得六千多年前 那刀河王毫不犹豫拿出火神圆巾的场景 太可怕了 天阵王逃过一劫后也明白 刀河王一日不死 日后肯定是他的一场劫难 所以六千多年来 他只能努力增加实力 可是 虽然预料到刀河王会是麻烦 可没想到刀河王竟然这般可怕 嗯 瞬移 天阵王感应到空间波动有一些特殊 不由掉头朝远处看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